比赛结束 欢迎门星的姑娘 你好 OK 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隔壁的比赛结束了 我们直播开始了 摩登来了 感谢摩登 你好 刘姐 你好 今天我们的直播推迟了两个小时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们直播推迟了两个小时 你好 蹦妮钱 你这个是 你这个蹦妮钱 怎么这个名字好怪 要么钱蹦妮吧 你是不是姓钱呢 你兄弟是不是叫钱姐给 因心相应 你好 因为不好意思 今天因为有一场隔壁的比赛 我们大家都在看后面一场比赛 所以今天的直播推迟了两个小时 你的龙虾吃好了才直播 我那个龙虾味道不错 味道好极了 欢迎摩登兄弟下次跟我一起来吃龙虾 看上岗 懂得懂得 OK 这里已经有人说要干死国安了 这么嗨啊 我们下一场 这样好吧 我们先把这个直播分享一下 因为我们上一场直播我们有两万千人一起来看 我们先把这个直播推广一下好吗 我推广的时候可能会有屏蔽啊 会有那个黑屏 请大家原谅 我现在先把这个 是吧 哈罗来武迪隔壁球迷倒戈了 今天 今天再帮山东加油啊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因为刚刚电视也没看清楚 啊 隔壁球迷倒戈了是吧 这么严重啊 好吧 我先把直播 我们这样 我们先把直播 那个分享一下 呃 大家帮帮帮忙把这个直播分享到你的那个朋友圈 呃 另外还有你的那个微信群里面 啊 还有分享到微博上面 好吗 然后我现在也一起分享一下 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吗 啊 来分享一下啊 对 我们今天跟小刘一起吃龙虾是吧 吃小龙虾 吃小龙虾 然后看上岗的比赛 喝了两个比赛 看了两场 哈哈哈哈 这张比赛来小赛了 也得吃别的吧 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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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比一三比 只要给他来六个的友情来的 啊 对对对 落在五分钟还是两比 啊 三比一 我们等一下也要来谈谈这场比赛 对吧 因为毕竟也是大家上港上海球迷也蛮关心的这场比赛啊 啊 那么我们现在这样好了 小刘我们一起把这个 呃 一片虚身啊 一片虚身 哎呦这么可怜的 做你了 我还要绿地车资 要绿地车资了 要绿地滚蛋 还我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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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叫你来做总经理 要叫玉智飞 我拎得也 那是绑着玉智飞 我说的意思了 真的 我不去 那对我 你怎么要吗 阿拉伊道去请你回来 叫你做顾问 好像总经理 顾问好吃 顾问以后 要去顾问 对吧 等一下 我们刚刚吃完了龙虾 等一下 稍微消化一下 等一下吃点夜宵吧 我们等一下 我们等一下吃点夜宵 好啊 玉主起来得生花 也得罗龟行 是吧 等一下我们让你来讲一讲 那天那个玉智飞跟你讲了什么 那天那个比赛 我先讲一下 可能比较早了 就是我们获得U23 冠军 冠军的那场 去年在武汉那场 最后去年是生花那场 就是去年12月份 你碰到玉智飞了 对 我在他家楼下跟他一起 我们现在卖个关子 卖个关子 你还跟他一起喝酒了 喝酒 看了那场比赛 还一起看了 哎呦 那你肯定看到我在那加油助威吗 我看到有很多球迷都在那 插播 插播 你那天插播了吗 你那天插播了吗 插播插播了 你那天又插播了 你不知道吗 到最后逆转的时候 搬屏的时候 一比一的时候 一比一的时候 就是到最后 假许的时候 我插播了 因为我现在探你了 他解冻了 武汉12月份还这么热 不是 我热 不是 武汉12月份 朗了过过的 朗了过的 朗了过的 人家给你打招呼了 刘警官好 海宝 YY是谁啊 海宝 应该是个女球迷吧 应该是你个球迷啊 宝宝 海海和宝宝 到底是 宝宝 那个三哥待会又要说 下落车宝宝又来 下落车宝宝 好 我们先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大家也帮忙一起分享一下 后来没有直播 后来日本那天 因为太卡了 三哥还在从南京 开车赶回来的路上 还在开车 所以稍微等一下 我们跟他联系 好吧 大家先把这个直播分享一下 我也分享一下 我还没分享完 刘舍好 人家都认识你的 这是我们的小蒋 我们的蒋兄 蒋兄认识你的 刘舍好 论识我的都来参加 参加那个黄艺警官搞的 你又要小广告了 等一下给你机会 好吧 我们等一下给你机会 插播广告 你等一下把时间 什么都报一下 报一下 好吧 现在先分享 好吧 先分享 大家先把这个直播分享一下 老崔又来了 老崔来了 没有来哪里 老崔 你看老崔吗 上面 老崔 进入直播 是吧 等一下 我们先转发一下 我先发一下朋友圈 我们要 对对对 我们 今年河南建议你是没去 对吧 没有 我连续两年都没去 没去 去年我去了 18年没去 因为1617年我是全情 我都去的 就18年没去 就是那场你们赢的 是吧 2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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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杀是吧 去年也是那个 武雷级 也是2克杀 2克杀 跟王胜沙 王胜沙上班 抢了一个 一起直播 可以的 那你过来 那个他说要过来 那你过来吧 欢迎欢迎 我们现在在那个 你在视频录 你这样教他 你微信上跟他说 把我刚刚的地址 转发给他 转发给他 机动南反的微信号 是哪个 下周二 下周二再说 今天要来的话 可以跟我说 我等一下 把地址发给你 私信私信发 然后我 我再分享一下 好吧 再分享一下 我还没分享完 你说什么 什么什么 生花球迷 生花球迷不满意 组队表现 但红可给鲁能克 加油 真的假的 真的 有视频的 这么夸张 这么搞笑的 这里有个人 等一下 我先 刚刚有人加我微信 加你微信 加你微信 我来 我来 但是我现在不能说话 因为我要直播 你就跟他说一句 暂时不加你 等直播完了 想搁在他家里 你要有什么事 可以在屏幕上留言 我看到的话 我在家里 因为黄浦蔡慧康 黄浦蔡慧康 什么词 黄浦蔡慧康 黄浦蔡慧康 我不是黄浦蔡慧康 来了 星期六的晚上 要关 星期六来了 都来了 好的 大家这样 先把这个直播分享一下 我们三个还在路上 我们先分享一下 我们争取这样 还是人气达到1500 好吧 我们低调一点 低调一点 达到1500 我们开始聊 我先讲讲去年的故事 回忆一下 什么故事 就是河南 河南远征的故事 好的 稍微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 还我生花 绿地滚蛋 回来谢场 妈 后面那个我们就不念了 那个属于那个 回来谢场 什么 反正要反正 反正今天这里 因为主要这两场 接得太近了 太近了 就上岗刚踢完 鲁能 不是 今天两场比赛 我说今天两场比赛 六点跟八点 对 六点刚刚踢完 我们也是 就是马上切切换到那个 就差五分钟 后面一场 球员进场了已经 正好前接 然后一胜一副 对比特别明显 而且是一刻一组 对吧 所以 今天我要我 我其实要脆脆胜化 我觉得 那等一下 等一下 我先 我先分享一下 好吗 我先分享一下 我大家写这样 大家先分享一下 争取把人气 拉到一千五 然后我们正式开始聊 好不好 从口右轮 张阿姨 都吃了 没吃过 你那轮轮分钟 又第一顿拿了 可到了 张阿姨没忙 张阿姨 没趟生活 被比赛 才来帮你忙 根本都拿辛苦吧 老忙呀 您已经没了 没安静 就是 没百分 好好地 好好学习了 整个昨年 我来还要语证 没有 以来上次 我这天经 他们上次在 已经帮过忙了 天经已经帮过忙了 已经帮过 我没趟这教育帮忙了 那老人们 我您把祝福听 教育什么 对吧 姑且您要帮忙 干嘛 对呀 我中文呢 技能呢 哪边 哪边用 我唱 我唱唱 对吧 你比如说 每年5月9日 还会烫 因为我都没唱5月9日 在听比赛 对对 对对 那可能是分享一下 好吧 分享一下 分享一下 你让我分享一下 等一下 阿姨说能力不够 好 你这年轻轻差不多了 已经超过期 你了 小六 我一起看看 去年的故事 我走过来 走过来 我先说说我们去年的故事 等一下 等一下 然后回家 回家 回家 刚才一夜开 我最伟大的弄它 三个现在在开车 从南京 开回上 上海的路上 啊 估计 一辈子这个中就差不多 三个小时 这个中就差不多 如果 把地中吗 开到 谁的中 对吧 这中啊 五个中吗 可能我刚才搞 从个要比 不动都能够 回充 对对对 稍微等下 对对 你经理场 还说 三哥 对对对 这个球迷说的对 上一期三哥说的 绿地是晚上 越晚 踢球越兴奋 对吧 确实是可能 今朝以来没兴奋 长不让能够 对吧 今朝还算比较拼的上半场 上半场不是拼啊 非常兴奋 就像有点像 让我 打了鸡血 感觉 对对对 打了 打了鸡血的味道 他们平时的状态 完全不太一样 完全 好像变了个队 原来 以前我觉得 前面几场比赛 有点像是 叫拖拉机 今天好像一下子 变成凯迪拉克 法拉利了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上半场 我一看这个架势 我估计下半场 这个要开不动了 我上半场就跟你说的 他们有65分钟到70分钟 起来 对 后面要崩掉 要崩了 果然 到了60分钟以后崩盘了 崩盘了 上半场拼的太凶了 拼了 体能没有拼好 没拼好 对吧 他们开的是电动车 电动 电瓶车 解放拍 你这个有点夸张 解放拍 解放拍这个速度 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 不管怎么说 总归 比亚迪 比亚迪有的 比亚迪电动车 速度还是很快的 比亚迪可以的 除了上了解公网 好像是上半场满力 好像是单架抬下去的 是吧 那有可能下一场 压关不能踢了 但是我看他起跳的时候 好像没怎么 用很大的力量 起跳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跟对方 有什么 脚着地 也没有什么 对啊 脚踝上 脚面上 我觉得 我怀疑啊 就是可能 因为他可能是 脚当时的登地 没什么反应 但是可能会不会 就是腰变了 勾得一根筋 一直摸摸下 而且是对 而且是右膝盖 右脚的膝盖 刚刚你看的比较清楚 对对对 不是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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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雷拉说了 佩雷拉说了什么 佩雷拉说 有些队员 就是这样 看上去场面不怎么样 这就是强队 其实我跟你说 今年这场河南 今天的比赛 踢得还算比较轻松 不算很累 不算很累 去年的比赛 才叫踢得累 去年我给大家 你这样 我们先来请小刘 你去年是去了河南 我去年在航海战斗了 你去年怎么样 那个场面 去年我们是 先说一下人数 整个上岗的全民加起来 包括那些 在河南大地 清训的小朋友 你们今天也看到了 大概是清训的小朋友 100个左右 然后我们球迷 只有60个 球迷少一点 我二次去了8个人 为那8个人鼓掌 鼓掌鼓掌鼓掌 鼓掌 我二次去了8个人 今天好像更少 今天我也不知道 今天大概 大概累了 大概今天 大概我看镜头里面 三四十个 去年回忆一下 去年也是爱神进球的 第二个球是爱神进的 第一个球是我们生超进的 我们这个哈迪 哈迪说不认识你 怎么会不认识你 我们的 他故意的 这是我们的刘舌尔 刘舌尔 他故意的 金格力 等一下让你插播广告 你现在不能插 我们先把 我们先把这个球讲完 去年为什么这个球 踢的比较难过 是因为上半场2比0领先 对 但是到第四十三分钟 第四十五分钟 被人家搬了一个 河南建业有个球员 叫冯卓毅 听到过名字 冯卓毅 冯卓毅 就今天那个瘦瘦的 就那个瘦瘦的 就是我们去年 老蔡俩比较胖 去年是上半战 其实比较胖 大家要承认 这个慢了一点点 对 这个进去前没有顶壶 没有顶他 就是自认为 那个冯卓毅 踢不进的 这种叫什么 神仙球的 那瘋桌毅 啪一下就踢了一个 世界杯的远色的球 世界波 然后上半场是 好像我们还少一个人吧 那是下半场的故事 就不是上半场 上半场被人家搬 搬一个 搬一个回来 人家一口气回来了 上半场你要是2比0领先的 人家可能气就没了 对 下半场四十五分钟 结束前 封桌毅进了一个神仙球 对 人家一口气回来了 下半场之前呢 一直被人家有点压着打 就是人家因为河南建业 一口气上来了 对 然后 就是一直踢到65分钟 70分钟左右 然后 然后张一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 就在禁区里 惨了 惨了 惨了一下 禁区边缘 禁区边缘 或者禁区里 惨了一下 禁区线上 惨到以后是 张一直接吃掉了一张红牌 直接红牌 直接红牌 去年的 有三张直接红牌 去年第一张是张一 在河南建业 第二张是 爱哈 迈多夫 就脚 不知道为什么 后面半项目 奇妙的招红牌 就上港的去年 吃的这两张红牌 很莫名其妙 整个赛季里面 我是个人 就是你在现场看到的 就是觉得 也不应该吹红牌 这个最多黄牌 最多黄牌 就在禁区线上 所以去年你的意思 其实我们跟河南建业 这个球队T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拿下这个三分 因为我们下半场 后面是35分钟 等于是 就是10个人打11个人 然后河南建 因为就差一个球 他那股气 就有点和上一场 我们那个 那个叫谁 被罚下的 那个卫阵 卫阵 也有点一曲同工 因为都是后卫嘛 对 就是我们少一个后卫 然后就感觉有点紧张了 感觉紧张 而且又是客场 客场 就是 而且航海这个球场 也蛮诡异的 航海球场 这个像草皮 的球飞行轨迹 不正常 他那个草皮 修的就是 不平准 就坑坑洼洼 有的人说叫菜地 菜地 我觉得菜地不至于 但是那个 就是起码是坑坑洼洼 他不平准是很厉害的 你回顾一下去年 那么我们讲讲 今天这套比赛 我讲完以后呢 你讲 你讲 后面的故事 你讲 你继续 这场2比1赢下来 因为又少一人 不容易的地方 在于什么 知道 就是赛后 我们的球员 是跟我们一起坐着大巴 一起 22点45分出来的 比赛是9点半结束的 我们在里面 22点45分 就是 我们在里面 关了一个多小时 一个小时20分钟 为什么呢 就是河南 看到我们赢了这个球 心里不开心 不爽 就堵着不走 河南球迷就堵着不走 堵你们 堵我们 口粗狂言 怎么叫口粗狂言 就说 上海只有生花 他们和生花是好记忆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这个事情 就这个坐大巴的球迷 特别挑衅 但是河南的安保 还算可以 人家还算比较负责 就怕那个 他说上海只有生花 对 结果被上港 拿了个冠军 关键我感动的是什么 感动的是 我们最后这些 60个球迷走的时候 跟球员大巴 一起出来的时候 当时坐在那个 方口的是三个球员 哪三个 第一个去了西班牙人的 吴磊 第二个 第二个国家队 一号 颜俊林 第三个 蔡六 都是聪明的 都聪明的 他们特别感激的是什么 你知道吧 颜俊林和蔡六 还有吴磊三个人 从椅子上 腾起身来 像我们这些远征的球迷 深深的拘了一躬 三个人 真的 真的 行长可以作战的 你这个讲的我倒很惊讶的 去年年会上的事情我没有讲 这个我一直放在我心里 记忆很深 就是这个三个球员 从大巴 在抓巴上看到球迷 还专门站起来 给你们攻啊 对的 因为当时的时候呢 我和林林还有几个人 我们正好是沿着马路边 我们是球迷会 再对几片几个人 我们要把球迷都舒散好 不要让他们走散 我们走在比较前面 然后三个球员就站在那个车子里面 玻璃窗里面 站起来给你们 让我们身人巨公 哎呦 这个我有点感动了 因为正好是 严峻林 吴磊和蔡慧康三个人做窗口 比赛结束以后 哎呦 那个确实可能 他们也赶到这场比赛 飞下来也不容易 也同时也知道你们被对方堵在那里 也堵了很久 所以他们也是向你们表示感谢 对 有看直播的吧 那么林林啊 李旭哲啊 还有是什么那个俊俊 就上一场去的 就是去年去的八个人有没有在 哈德瑞林俊 我记得你也在啊 你也在里面 DK吃一杯 感动啊 感动 你看红圆外听到了 红圆外是今年新来的球迷 感动 真的感动 真的感动 我觉得做球迷如果做到像你们这种份上 关键是我也是觉得运气好 为什么 关了一个到小时 到道理 球队大巴应该是先开走的 正好操了 我们跟那个球员大巴正好碰上 然后球员就向我们深深的这一共 这是去年 这里有个球迷说他也在 你也在 叫三合建一啊 三合建一 三合建一 三合建一这个球迷 对对 万金牛666你也在 对吧 确实是对 好多球迷都在啊 对好多 我们去年因为去了60个球迷嘛 嗯 这个 这个我觉得 这个细节没去过这个远征的 都没看 都不会有这种体验 没这个感受 我去年第一场去了广州复利远征 首先看到五磊大四席 第二场就是 4月8号 这次 这天为什么 这天是 为什么只去了60个人 这天是清明节回来的星期天 清明节又是看到清明节 清明节 又是清明节回来那个 那有干什么 因为你 做到这个份上 如果能够让球员 主动站起来 为你们鞠躬 致谢 我觉得已经值了 真的值了 无论你吃了多少苦 呃 受了多少委屈 还是怎么样 花了多少钱 对吧 花了多少时间 都值了 因为我作为上的 做球迷 做球迷做到这点 已经到顶了 这件事情是 我跟翔哥直播 都这么长时间 我是第一次分享 嗯 也是第一次 我也是第一次 听到你这个故事 我之前没听说过 所以说没去过远征的同学 可能还不能感受到这种 所以你你你这个小故事 让我有一种感觉是说 呃 我们这个球队 拿拿到这个冠军啊 其实不仅是球员在拼搏 俱乐部在努力 其实球迷也是在付出 嗯 是不是 包括我们主场那么多兄弟 哪怕你是在电视机前观看 没有到主场来 但是你是也是在支持这个球队 嗯 从心里支持他 我觉得都是要为这个冠军啊 这个荣誉都有你们的 一一部分的功劳 啊 这个奖杯 这个冠军奖杯上面 应该有你们的一份光彩 嗯 你觉得是不是 是是是 所以我去年觉得上个能拿冠军 我从心里来说 我是很感动的 那个 所以很多球迷都哭了 很多球迷最后哭了 流泪了 放了一首那个最初的梦想 啊 那个歌其实很贴近我们的感觉 觉得去年这一年的远征啊 可能比 以前的这种 来球迷会的 17年16年的感受 可能更深刻 嗯 嗯嗯嗯嗯 因为去年包括对很大的两场比赛 对吧 对 918 还有113 113 对 感觉就是说 那么 那么我们说回到今天的比赛啊 就是说 我觉得啊 大家不要急啊 三哥现在在开车啊 开车 等一下 跟他联系 呃 我们 呃 这样啊 就是我觉得吧 今年的联赛啊 呃 踢到今天 这一轮全部结束为止 嗯 啊 我们等一下分析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先讲 我们现在联赛的形势 今天很赛赢了 嗯 对吧 嗯 等于我们也赢了 嗯 国安是十连胜 十连胜 对吧 嗯 那么等于前三名都没变 没变 啊 然后重庆和江苏应该是明天PK 可以 明天是第四第五要PK 那么肯定有一个队要 你看好哪个啊 呃 公正的话 是谁组场 江苏组场的话可能就有利 重庆组场的话 我就组场有利 我觉得 大家有呃 这里三千多个球迷 有没有知道明天 明天是苏宁 江苏和重庆是谁组场 啊 苏宁 那么我觉得 那么我客观讲 组队肯定是占优吧 呃 我觉得 呃 组队肯定占优 这个 这个 而且 但是啊 但是我要我要告诉大家一个 呃 细节就是说 其实江苏和重庆这两队的球迷非常友好 友好啊 非常友好 友好到什么程度 就是去年 江苏的主场 奥提 奥提专门 为重庆球迷准备了 台阶上准备了呃 一步一步 欢迎你 欢迎你的这个 这个两个队的球迷关系非常 所以我们 也 不用去评论 你们握手言 好吧 祝您 不是 其实场上我们不管场上谁输谁 但是场下 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两个队球迷是关系非常好 关系非常好 那么我就是说来还是回过头来分析 这一轮的中超吧 因为说主要的比赛都打完了 就前几 前几名的 T2冠的四支球队都打完了 都打完了 那么从现在来看 前三名还是国安上岗和北京 北京 讲错了 国安上岗和恒大 国安上岗 对不对 那么我们其实今天这场球胜利 其实是紧追 紧追国安 就是说 我们没有掉队 没有掉队 那么为什么呢 为下一场 我今天的标题是什么 就是用胜利迎接下一场的天王山之战 因为下一场我们就是 26号对国安了 对对对 那么用胜利迎接下一场比赛 那么我们就是确保我们 没有掉很大的队 那么下一场 国安也不敢松 一个我们要破他的十连胜 这个记录我们要争取 在主场 因为我们主场之力 要把他破掉 第二我们要想办法追上去把这个分数 如果能够破掉他的十连胜 并且在追三分的话 那么我们差距是多少 两分 对 那么就是一场球之内的话 这个就难说了 对不对 那么就是因为国安下半赛制 还要跟我们再PK一次 另外 他的奥古斯托 也有可能要回国 对吧 踢美多杯吧 他入选了这个 有可能入选了大名单 马上要踢美多杯 对对对 所以 而我们的浩克和奥斯卡 是不用回国的 对吧 所以这点方面 其实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至少 至少要 翔哥别奶 我不奶 但是我们至少要 给我们有这种机会吧 今天这场比赛胜利 其实是有了这样的机会 对吧 在赌场替国安呢 如果是上岗 就是说 全员状态 都是没有什么伤病啊 几个外员发挥的都正常的话 拿下国安呢 还是有希望的 但是公体这个比赛呢 我就不敢说了 就是课场 课场就不敢说了 那么我 我其实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今年的联赛啊 其实上岗队 夺冠的难度 要大于去年 要大于去年 对不对 其实大家觉得去年 好像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特别是在我们赛季中期 遇到了一波低谷 也正好是五六月份嘛 就现在这个时间 竹鞋被亚冠 竹鞋被亚冠 又是联赛 联赛 那么今年 其实要比今年更难 为什么 因为 恒大掉下去了 但是国安是一记绝成 实验 国安怎么说呢 就是很稳定 因为找不到他身上 有什么 对他的防守很好 就是丢球很少 这是他的优点 他丢球要比我们多 他丢球少 强队就是丢球少 防守好 所以 我觉得今年 如果 我就说 如果我们可以 举个例子 我们就是拿 利物浦和 曼城来比较 因为本赛季 大家也知道 英超结束了 利物浦最终是 汉师冠军 差几分 差一分 对吧 而一度是 利物浦领先多少 缺分 你知道这个 主要的是什么原因吗 就是 其实利物浦输的球 只有一场 大家记住 他只输了一场 今年97分 利物浦只输了一场 对 他平平的太多 平局太多 对 还有很关键的一场 他输给谁 那关键的一场 他就是输给了 那个曼城 就是 就是这个 国家得比 国家得比 就是这个 天王山 天王山 其实很关键 引申到一个 什么问题 不是球员的问题 是VAR技术的问题 那个球 其实 这里其实打进去的 进了 进了 但是被吹出来了 裁判门线 没有反应 说他没有进 造成后来 利物浦下半场 他那个球员心态崩掉了 心态变了 就有点像山东 跟我们T一样 心态崩了 所以到最后 就是 一下子被骂脸打穿 对 所以 其实 我们用英超来比喻中超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上演 曼城奇迹 我希望是这话 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男 但是我们要去努力 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一下吧 所以下一场 5126号 其实是很关键的 很关键 这个 在互相较量当中 如果占据优势的话 到了赛季末 有可能就成为一个胜负手 对 对不对 如果那天啊 不上班的 能调修的 就是5126号 对 因为正好是礼拜 大家尽量都去 装修日吧 礼拜天 星期天 都能来 尽量来8万人 对对对 来为上港的加油 这场比赛我估计啊 就是不是球迷会 闪客想看的人也很多 哦 因为是 天王山 最高水平的 最高水平 最高水平 或者是 克拉腾伯格 可能这种就是级别的比 这种级别的 这种级别的 或者特里纳 特里纳 特里纳 就原来意大利的光头 光头还要老了一点 现在吹不了 对不对 吹不了了 年纪大了 但吹中超还没问题 中超应该可以 反正这场焦点战 大家 决定今年的走向 对 对 其实后面对恒大一场比赛 也很关键 为啥 这两场比赛 好像踢完 国安就是踢恒大 是吧 恒大应该要到 倒数几轮了 要六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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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就天正前面 深圳 深圳是六月三十号 深圳是六月三十号 恒大大概是六月十几号吧 十几号 对啊 那也就差个一两场 对对对 我们刚刚稍微分析了一下情势 因为被你讲到了 这个去年打 去年的这个联赛 怎么夺冠的 让我想到了今年 怎么夺冠的 所以我 我在想啊 就是我们今年这个 今天这场比赛 我们还是先分析一下 今天这场比赛 好不好 就是我们 今天这场比赛 我要先给一个人点赞 这个人起到了关键的 谁 胡锦航 同意吧 来来来 大家 大家同意 那个球就是胡锦航投的 好 这样 我们大家来看看 同意留守说 今天要给胡锦航点赞的 大家打个一好吧 看他有多少人支持 有多少人支持小胡的 有没有 球团的不同 一二一一一二 很多人都打了一 因为今天好像是胡锦航本赛季第一场首发 第一场首发 也对的是河南建业 这个佩雷拉这个教练排名部分有意思啊 他把李胜龙放在了板凳上 而上了一个从来本赛至今为止 就是从来没有上场首发过的胡锦航 胡锦航好像替补上过的 替补过三次次 三次压冠 替补过的 但是你首先要点赞的是胡锦航 我点赞 但是很多人也给林川一点赞 对对对 因为胡锦航毕竟他提了后面被纯冰冰换下了 换下对 对吧 小林好 那么当然小林是打了全场的 怎么说呢 今天我们有成长 我们幼儿三怎么换的 首先是陈冰冰换下了胡锦航 然后雷杰换下了陈冰冰 就是陈冰冰还没怎么 对对对 中间抢了个球 然后就被换下去 抢个球藏了个中 被人家破坏掉 对对对 但是今天其实锻炼得到时间最长的 我觉得是胡锦航 而且胡锦航在宇海那个球 底线传过来有点打吃了 宇海这个球有点打吃了 在那种就是不规则的情况下 他还反应很快的一个投球狮子甩头 对吧 而且那个头说实话 那个甩头是非常刁的那个角度 李瑟龙换的胡锦航 陈冰冰是被雷杰换了 对对对 讲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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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这个投球其实是甩得非常刁的 几乎是往球门立足去了 然后后点的阿尔克森正好拍马杀到 然后用脚那么一捅 那个三哥 三哥又被打了 三哥 赶紧 小刘 我跟你说 要催 要催 阿尔赶紧催 等一下 等一下 进几个球了 阿尔进几个好像六七个了吧 就是联赛里面 联赛里面 大家来帮我算一下 阿尔联赛进了几个 然后总进球进了几个 阿尔进一餐得比 六个 六个 现在几场比赛 现在十场 十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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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 平均一点 不是 他不是没场首发的呀 问题是 他并不是没场首发的 没场首发 六个了 联赛还有 不是 小刘我跟你说 要催 阿尔赶紧催 等一下 三哥来了 要马上就没得催了 三哥的表情就是 哎呀 可撑啊 他就是这个表情 他是这样 三生冷笑 三生冷笑 三笑 三笑 然后他接下来 呼完一个圈 就是阿尔 我可以说 哎呦 哎 我就是这个表情 哈哈哈 你这个模仿秀了 我模仿秀了 我觉得他学得像嘛 学得像的 再来一下 他说什么 嗯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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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生冷笑 然后马上 然后马上要讲几个女球迷的名字 名字 什么 哎呦 不要讲 名字不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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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字不讲 名字不讲 上次提过抗议了 马上又要讲几个女球迷的名字出来 啊 你们呢 喜欢爱神的呢 对吧 你们都不懂 你们都不懂 接下来说完爱神以后 他又说了 我们中后卫差了 哎呦 于豪哎 于豪 我认为很多你全民喜欢他的 他这个身体受得了 这个骨瘦如柴 没有一点肌肉 他这样的人呢 就当中后卫 没有成长的 他那个都是这样的 哦 完了完了 还好是 二哥现在不在 三哥不在 三哥重点黑 就黑两个人 那黑爱神一个黑于豪 哎 我觉得这两个人都还可以 蛮好的 是吧 就重点黑两个 就两个 太像了 太像了 你完了 学的好像 我再看 三哥完了 三哥 小刘 完了啊 三哥 我记得要被吐槽了 三哥等一下要骂你了 要骂了 要骂了 他又要引生到我个人的情感问题来 哦 明明 要讲明明了 要说那个 你妈也洗着了吧 拉瓦 拉瓦 迪利勒巴了 拉瓦迪利勒巴 明明一下还是有点像迪利勒巴了 你完了 你完了 加一个张一好吧 三哥再看 多黑一点 加个张一好了 张一 张一他黑的比较少 他 主要是黑 主要是黑A神跟那个余豪 我母方一啊 我母方一 我回来看 你要把他对比我母方啊 都跟这里补了 都跟这里补了 都两海派清口了 都跟了一个 摸走个桶子 都摸头的桶子 已经办法学了 阿拉瓦迪 先吹一下 A神 对对 A神我觉得不错 状态恢复了 至少我觉得 而且我记得 今天有一个任意球 A神远射 超远距离的射门 被对方扑掉了 还是机动门 被守门员扑出了 对对对 这个任意球 我原来是以为是 总归是传球了 因为距离太远了 这个球大概30米以上了 要超过30米了 我没想到这个球 我今天补充一下 我觉得那个 艾哈第一脚 是我们踢在蒙古之方 这个球可以了 那个球也可以了 这个脚吧 绝对可以了 神仙球 等一下说艾哈 我们一个个来说 前面说了 那个吴静航 再说艾神 对吧 就是我就说 艾神这个任意球 反正今天三哥也不在 我就吹了 我就吹了 艾神这个任意球 我可以说是世界级的 世界级 我们没有想到 他有这么大的力量 因为你一般性的话 就是说你没有 根本没有这个能力 把球打到门前 电视机上面 抬出的距离是33米 不是25米 33米 哇 这个球很远的距离了 就是动圈 糊涂会过一点 对对对 而且它是个落叶球 落叶球 我们以为是很难 判断它这个落点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球 是我没想到的 另外呢 我觉得他今天 在前场的攻击 也非常积极 如果三哥在 他肯定要说 就是这个是应该做的 外援嘛 你就是应该 对不对 但是 三哥的观点 一直是外援 球员来了 没有归属感 他们就是 他是 他是为了赚钱 赚钱 来那个 没这么高的 觉悟 不像我们 从名无虎 无虎 是有归属感 三哥总是觉得 外援总归缺点 这种职业精神 但是其实 今天 奥斯卡也好 那个 艾哈也好 还有艾神也好 对啊 他们 我没觉得 他们是为了钱 在提球 如果真的是为了 钱提球的话 就是特为是这种 三个例子 不是说 他们为了钱 是付给你这点工资 就应该有 你这个的表现 就是一个 我们类似说 像购买服务 KPI 就是花了钱 要有效果 就是当年 国际老总之前 跟徐根宝说 根宝爷 就要花那么大的钱下去 要有产出投入品 就徐则线 就是你要看得到效益 才去投这个钱 就是说你买了这些外援 就要成绩 三哥一直是秉持这样的观点 对对对 就像今天 我又要讲了 今天绿地生花这场球 三比一 你知道吗 四个球是谁进的吗 都是外援进的 都是外援进的 那边是莫雷诺 绿地进球的是莫雷诺 是外援 对不对 山东三个外援 各进一个 知道吗 第一个是佩莱 第二个是吉尔 第三个是 费莱尼 费莱尼 买了值了 是吧 那么很明显 中超就是看外援 对不对 为什么绿地今天输球 就是因为外援不给力 刮林没进 罗梅罗梅 否则这个球就是三比三 当年他们花这个钱买 灯巴巴还是很实惠的 灯巴巴我们不谈 已经 算了已经走了 今天没上 我们不谈 我们就是今天比赛 今天比赛就是罗梅罗 没进球 还有刮林没进球 他没有伊哈洛 他这个进攻率 现在是一TISCa 对啊 没有伊哈洛 伊哈洛如果在的话 至少进一个吧 再进一个 对吧 那么你刮林进一个 就三比三了吗 刮林现在蛮难进的 对不对 身体肥成这样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中超还是看外援 看外援 上岗这个球也一样 就是说 还是看三个外援的发挥 今天 浩克是轮休了 轮休了 浩克没上 他这个 不要说 浩克 确实是有人 你是有人看到 他是那个上场比赛结束以后 腿有点不舒服 不舒服 对吧 但是实际上 毛病是没什么毛病 毛病 就是无非就是轮休 我认为 下一场还是能上的 他这个年纪 我觉得还是轮休一点好 对对对 养养 避免那个更严重的伤病 上一场比赛呢 我觉得 我个人觉得 浩克那个 请求了发泄的 脱衣服 稍微有点 有点过 这个黄牌吃的 有点没必要 对对 如果不吃的话 今天也不会 轮休 对对对 但正好一举两得 又养伤 又 那个情绪发泄浩克 我们可以理解 这位球迷 但是脱衣服这个 没必要 对吧 好像艾神后来也提醒他了 说你三黄了 你不能 不能在那个 倒逼 他这个性格决定病 他这个毛病改不掉 不过我觉得 在那种情况下 脱也就脱了 脱也脱了 因为是种情绪的释放 巴西人嘛 你要知道 巴西人 巴西人不是中国人 他们讲的就是 要要要 要开放 这个我们也不匹配球员 因为我们上次 我们球迷 自己也脱了 球迷 我们看得上好像 你跟我都脱了 大概有七八个人脱了 七八个人 中央电视台都拍到我们 中央电视台都拍到我们 CV TV5 真的 是吧 我们又火了 又火了 四波 这个球其实 我怎么讲上一场绝诧 这个球 对鲁的这个球 我感觉就是 X 被人家一击蒙棍 打蒙了 一分钟 一分钟 打蒙了 打蒙了以后 总是那个头 想从水里面呼出来 一直被按着 一直被按着 一直被按在水下 就感觉总是缺了一口气 到了小李上来 上来了以后呢 李胜龙 李胜龙助攻 爱成这个球呢 是感觉 可以呼吸了 就是 浮水面了 但是是一个皮孔出气 还有一个皮孔 还是堵着 才堵着 还不顺畅 直到浩克 进了这个球以后 吃饭了 吃饭了 通气了 通气了 一口新鲜的空气 呼噜心中 就是这种郁闷的感觉 球迷们同意吧 在八万人上一场 我们球迷 球迷好像也这种感觉 是一输胸中的 一股梦气 对吧 麦北方控制不住 想到这种 对吧 前后场都很厉害 上场是记得 所以 那我们就讲这个情绪 我们等一下分析记战术 记战术等一下 我们先讲这个情绪 就是说 有来不同意 就是球迷的 这种情绪也好 球迷情绪也好 还情有可原 情有可原 那么就是说 我们还讲回来 就是这个外援 对于我们 这个球队的重要性 对吧 很明显 今天上半场 绿地生花的 这个莫雷诺 是非常拼的 对吧 罗梅罗也非常拼的 瓜林也很拼 对吧 虽然他们体能够 全场这样拼 但至少上半场 他是拼了 那么我们的外援 也是这样的 我们的哀神 其实他是很拼的 对不对 他也 其实 我说话说回来 他也可以不拼 对 他像特为是这样混混 好了 会啊 对不对 他像吉安这样混混 也可以混 但是他很拼 你说以前吉安 我觉得吉安那个时候 我已经开始看上了 那个时候 我觉得吉安其实还可以 就场上还可以 但是训练有点松 训练有点松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其实 外援 你怎么去看待 他这个问题 你如果 你如果要说 他是 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是 外援 总会是拿钱办事 合同办事的 那我可以说 中超所有的外援 都这样的 对 哪个外援 不是看拿钱办事 这不要说中超 就是五大联債里面 他也这样的 经纪人嘛 就是这样 卖球员的 卖球员嘛 今天是巴萨 明天就是多特蒙德 也有可能的 对吧 任何球队都有可能 是商业行为 你包括今天的胡静航 我要为什么 要为他点赞 他在河南 踢过两个赛季 两个赛季 对吧 其实河南球迷也好 有一个赛季 好像还拿到了 中超最佳新人 其实河南给他 这个队给他是 带来很多 有空间的 荣誉也好 带来很多的提高也好 但是 我给你补充个点 去年小胡 去河南球迷那边 是卸场的 今天不知道 今天提前下场了 提前下场了 对对对 去年小胡 跑到河南 建议球迷的 那个看台前 是去卸过场的 然后卸完场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 今天他的表现也好 就是说 面对自己 效力过两年的球队 也没有 也没有怂 对不对 表现得比较职业 他 我觉得他曾经 发过一个微博 他发过三个字 你还记得吗 胡锦航发过一个微博 大家还记得吗 胡锦航 是去年发的 前年 前年吧 前年年底 去年年初 胡锦航曾经发过一个 微博三个字 大家还记得吗 对对 归属感 打个问号 归属感 对不对 那么我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 你肯定是要给他机会的 就包括像 魏正一样 虽然有一段 因为 怎么说呢 一个人从小到大成长 经历肯定会遇到波折 我相信每个人 在年轻的时候 都有叛逆期 或者是有失落期 比如说 失恋了 对不对 失业了 都有可能 对不对 事业上不顺利 或者情感上不顺利 那么 当他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孩子 毕竟只有18 9岁 20岁 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的时候 可能就是心理上会有些波动 其实这个新的球员 也是大男孩 也是孩子 下了场 他们也是 你看玩电产品 玩玩游戏 放手放手 跟我们其实正常的人一样 一样 对对对 只不过他们会踢球而已 会踢球而已 对吧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 还是要给这些年轻人一些 空间吧 给他一些就是说宽容 只要他能够回心转意 能够认真的去在赛场上 为上岗队拼搏 我觉得就应该给他支持 包括像傅欢 傅欢也曾经可能心理上有些波动 大家也知道 可能他也有这种转会的念头 对吧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 他拼到自己的脚都受伤了 去年他也是从头拼到底 为了我们这个冠军 而且让他做板凳 他也没有话说 很多球员都不愿意做板凳的 像傅欢这样 他甘愿能够做轮换球员 能够为这个球队整体付出的球员 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不能够因为他 去年我去四级公园比较多 四级公园 训练场比较多 其实这一年傅欢的转变是很大的 就傅欢的对训练比赛的态度 对 是怎么转变的 你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每一次就是18年上半年 其实傅欢是被冷冻的 几乎没有什么上场 一直在用鱼海 用鱼海 用和王胜超走一趟别人 对 然后报一个细节吧 就是傅欢每一次都在球队那边训练完以后 都没有吃饭 就不吃饭 就不吃饭 他是第一个走的 他比外人在走 早上比方说是九点他们集合 九点半开始训练 他就是不吃俱乐部提供的午餐的 不吃那个就是酒店提供的那个午餐 然后就自己 先走 先走 然后也没有在后面合练 可能那个时候心里面大概也有些赌气 也没有加练 也没有加练 也可能想是转会 有想法 就17年博阿斯走了以后 博阿斯走了以后 就是那个 心里有点波动 有点波动 上半年 去年上半年的话 他是一直就是在六月份之前 就是在下歇息之前 就是7月17号对鲁能那场比赛之前 他那个整个包括在世界杯之前 就是一直波动比较大 心里波动 心里波动比较大 可能是后面下半年 对他使用的多了以后 小伙子的自信心什么也得到了提升 我就觉得他下半年 那个几次助攻啊 包括那个船球 后来训练都比较好 然后后来就是主动留下来 和那个凌晨啊 和严俊宁都在家里 是吧 对 所以其实 就是在我们的年轻球员 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觉得球迷啊 还是要从多鼓励啊 上半年什么 怎么觉得他性格比较惯难 就是大家跟他好像也不怎么讲话 他自己 其他人也不跟他 也不跟他讲话 他一个人走得特别早 就是 他就是 很 就是感觉 不容 无法融入这个群 上半年 去年 18年上半年 去那个四季公园签名的球迷 可以证明一下 我所言非虚 就走得特别早 对对对 所以 我觉得年轻球员 还这句话 多给他们机会 然后 多宽容一点 下半年以后 可能对他的 就是拿了冠军以后 对对对 包括他更多机会 包括今年 好像给他机会 也不是全部提供 也是给他轮换一下 因为他这个年龄呢 说实话也蛮尴尬 9394的 上不上下不下 对 又23又三不上 吃不到 然后 主力 跟老大哥相比呢 又稍微 年轻了一点 所以他只能 一开始只能成为一个轮换球员 轮换球员 但是今年 我不知道你发现没有 就是今天 特别是今天这场比赛 我有种错觉 你知道吗 就是场上 怎么都是年轻球员 真的呀 你看今天上场的 你看胡静航 陈彬彬 雷文杰 不是 还有那个林神 还有林创邑 不是 那个傅欢 傅欢 都是年轻的球员 贺冠 基本上都是9394 还有9798 这些孩子们在拼 然后加上几个外员 加上严峻 就再加个老蔡 其实几个外员 年龄也不是很大 老蔡没上今天 老蔡今天没上 上了吗 上了吗 好像没上 今天是用的林神和爱 林神和爱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上岗队的年轻化 已经一步一步 慢慢的在转变了 你看很多年轻球员 在关键时刻都顶上来 对吧 那个9394的这一波 然后9798的这一波 9798的话 现在只有U21 对呀 21岁 所以我在开玩笑 就是说我们不是有五个 我们不是有五个人 要去国奥了吗 包括今天上场的 那个陈彬彬 那个 陈彬彬 雷文杰 李生元 李生元 还有一个谁 李生元 李生元 陈薇吧 陈薇 陈薇是吧 陈薇 陈薇 不是四小冬 陈薇 陈薇是国奥上 就是 李生元不去啦 为什么不去啦 李生元受伤 受伤了 受伤不去 就是我们有 这么些 球员都去的话 下一场替国安 我们可能人员上面 会遇到一个 虽然不需要上U23 但是我们在人员 使用上可能 又会遇到一个 小问题 特别是 傅欢受伤了 傅欢因为 他不属于U23球员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 怎么办 位阵能不能回归 我现在有一个 很奇怪的问题 让三哥帮我解答一下 我本人是在 四级公园 亲自问过 那个石科的 他跟 那个 贺贯 受的是一样的伤 为什么贺贯 四个礼拜 长好了 石科到现在 还不能上 石科是开刀了 开刀了 那个是没开刀 我知道 就保守和不保守之间 就算开刀 石科自己也承认快了 怎么现在又反复了 石科应该是 之前没养好 这次是彻底去 把他开开好 对 包括我们前两天 采访吕文君 你看了吗 我看到 就是说 对 吕文君他说 就是说因为这个地方 他这个骨折的 这个位置 就是 还是他想 养养好 因为他不想二次受伤 因为医生说 他很容易二次受伤 所以我们现在的球员心态 上次三哥也说了 就是说 他们的心态 还是说 羊羊好 因为毕竟不是 第一年的比赛 不是说要拼冠军 因为去年是很明确的 你哪怕 大伤小智 小伤不智 都是为了冠军 而今年的话 就是很明显 就是球员 他肯定也要确保 自己的运动生涯 因为毕竟也年纪大了 对不对 冠军也拿到了 三次左右 我觉得这种考虑 他如果踢的正常 保养的好的话 七八年 对对 像正直 你看39岁还在踢的 这个很大 现在39岁 所以比较快 所以我不知道下一场 那个 呃 卫阵能不能解禁付出 你如果可以解禁付出的话 那么正好能够 填补那个 卫 护欢 的 受伤的一个空白 如果还不能 出来的话 那就麻烦了 啊 那就麻烦了 实话实说今年没机会啊 这个叫 AlanW的 跟我在去年 就是世界杯 休在前之前的时候 也是这种感受 也是这种感受 肯定没戏了 肯定没机会的 因为 恒大 国安恒大都在前面 你要相信奇迹啊 我们下半年 你看啊 连克 两场广州 恒大 连克北京国安 机会就来了 我们是打拼 啊 就是去年你说 去年我们基本上没四分 今年如果我们同样 能够抓住机会的话 我们还是有希望的 去年我们是在大连和那个 长春丢了分 其实我 我我我 我其实觉得大部分球迷 都是抱着一种 呃 积极的心态 就是还是对我们球队的前景 我觉得我们这个 就是心里想 但是不要挂在嘴上 对 嘴巴上不要说 不要说 心里有个小目标 对吧 然后暗暗的使劲 然后比赛一场一场踢 一场一场拿 都是拿到三分的话 犯一口一口吃 犯一口一口吃 也也不用怪什么裁判 BAR什么 我们只要每场比赛 自己尽力去拼 对对对 我就很欣赏 李胜龙这种态度 给我机会 我就去努力 能不能进球 那是看天意 等一下你要给我们唱 那首歌的是吧 那个 never give up never give up 我唱的 永不放弃 啊 大家要记住啊 never give up 对不对 就是不要因为很 呃 好像国安领先五分啦 或者是很 很大颈椎不舍啊 然后我们就自己放弃 嗯 对不对 千万不要这样 你看 今年上半年 其实要我说的话 我们上岗就是非常困难的 我就总结一下 我再到一个小聊 就是 有一次我跟西智康西智导聊天 哦 西智导 我们的助教 他吃好饭 出来在四季公园外面 喝个酸奶 跟其他球迷合影的时候 因为我跟西智康比较熟了嘛 以前就是 认识 认识 以前小时候也跟他们踢过球 哦 是吧 那个时候 年纪比较轻的时候 还在上小学的时候 那时候西智康大概三四十岁左右 嗯 那个时候 现在西智导他的那个 就说了一句 他说 其实我们的心态 现在也很平和 就是尽量去做到 没啥 最好 最好 对吧 现在教练组也这种心态 教练组也这种心态 就是尽量去做到最好 但是谢智导 谢智导最近 没怎么说话 他也比较低调安静 嗯 然后就 谢智导好像一度 离开了人们的视线 视线 人们找不到 诶 谢智呢 其实谢智是去考证去了 考证考证考证 考教练证 谢智考证 我不是退出那个 上岗教练团 他们吓死了 他们说谢智怎么人不见了 谢智导靠证 你刚才去靠证 那天西子岛很多悠悠的 他还应该很多悠悠的 在那喝着酸奶 跟你说 聊着天 他说我们现在很好 我们心态很好 哦 那就好 如果我们教练组 包括我们的球队 都是这样一种心态的话 那我觉得 就会有 这是中央教练组的心态 就会有慢成奇迹 熊哥你注意了吧 佩雷拉今天穿的 泡露衫里面 带了一个 有欧洲色彩的 宗教的一个东西 十字架 哦 你看到了 哦 他每场好像都戴 对的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十字架戴的 有时候佩雷拉 可能真的是 运气会不错 运气真的好 运气真的好 你看就是上岗队已经 我如果说这个队 如果是换成 佛罗雷斯的话 就完了 为什么 你想想看 我们 浩克首先没去 没去 然后我们那个 十科上了 主力中尉 对不对 我们的那个 呃 那个吕文君主力前锋 骨折了 骨折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 卫正主力后卫 红牌停赛了 对不对 然后今天又 我没有人可用了 然后傅欢 傅欢又上了 你叫我怎么办 今天傅欢也上了 你叫我怎么办 如果是佛罗雷斯的话 两手一胎啊 你叫我怎么办 我没人了 我没有人了 对不对 啊 然后那个 外员们状态又 他可以找借口 外员状态不好 外员受伤 外员要去贴非洲杯 啊 怎么办 可用 国都要征兆 我那个年轻的也没有 都抽光了 抽光了 对吧 规划我们也没规划呀 没规划 我们上海队一个都没规划 没规划 对不对 外员也没换 没换 要找理由的话 我觉得佩雷拉应该比 佛罗雷斯还多 就是如果要找借口 但是他我觉得 没有去找借口 我不是觉得 我觉得佛罗雷斯这个教练呢 怎么说呢 呃 我觉得这个人 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没有佩雷拉运气了 是吧 他老是带保级队好像 老是带保级 在英超也是带保级队 在中超好像也是 西甲也是 西甲 不是 不是说球队的问题 我就觉得 呃 气质 一个人的气质 可能我这个人比较迷信啊 迷信啊 就是 他还没有上论的时候 就结果对他了 脚受上骨折了 不是骨折 他是韧带断 韧带断裂 反正就是主管嘛 就不是 就不是很细腻的 在东迅的时候 就是撑拐杖的 撑拐杖 就没 就就没 就是你看 没招型 这个有的时候气场 蛮蛮蛮蛮怪的 足球这种东西 不得不信 对对对 虽然以前法国队 那个主教练叫什么 叫 德尚 不是不是 还是谁 多梅内克 哦 对对对 那个时候 06年多梅内克 那个你说亨利这种球员 好吧 这么厉害 他说跟他八字不合 哪公子也要迷信的 啊 这样的 他后来拿冠军了 拿冠军 啊 这样 06年没拿冠军 06年是98年 98年 98年拿冠军的话 也不是多梅内克 是那个亚凯 反正就是 主教练啊 心是很多的 对 像佛罗杜 网罗杜 网罗杜 他们不是说 他想法太多了吗 就是因为 90年 提到要想 太完美主义者 完美主义者 我觉得 他现在应该 请一个什么教练 啊 吴金贵 不是不是 吴金贵 这个他们隔壁 也看不上 他们球迷总认为 吴金贵 有点 啊 你不求上去 啊 啊 老六 老六 我得了 刚才那个球迷 在那个 什么 机场 你跟我讲话 你把帽脱了 给我说 啊 这样的 啊 他说 你把帽子脱下来 跟我好好说 这样跟球迷说的 你不把帽子脱下来 我不跟你说 我不跟你说 他老六 这个 这个有点过了 老六 哥老六 我觉得生花 现在应该请什么 啊 可能进攻 靠几个万元就可以 生花应该请一个 防守好的教练 主抓防守的 就像佩雷拉这种 就像佩雷拉这种 少丢球 先保住 就像马乃滋这种 马乃滋 他也是 以防守反击 也可以 对吧 我觉得就是 马乃滋请回来 花重金 就像 哎呀 我跟你说 这个三哥又要说了 怎么了 毫马不吃回头草 毫马不吃回头草 那有什么 那么三哥还会这样说 把投扬起来 人家做的是职业 我们做的是事业 啊 三哥一直是这样 怎么说的 人家做的 人家说了 吴金贵跟那个 马乃滋说了 我们这个叫事业 他那里叫职业 然后一个香烟是这样的 这个球是这样 像那个 沸于青丘 顿顿顿 你这个小刘 模仿秀可以啊 人家是职业 人家是职业 我们职业 其实我去的马乃滋 去文晓晴那里 第一年贴的还不错的 对对对 人家一分价钱一分货 你第二年不用 人家马上降级了 人家在北京那一年 也蛮好的 就是他可以把一支烂队 就是带到前几名 前中上有四五六这种水平 对吧 因为他毕竟是这烂队 烂队 你不要忘记 贵州是什么队 他能把一支烂队 带到这个水平 对不对 你看第二年不用降级了 要姓马乃滋 马乃滋还是有套本事的 西班牙几个教练里面 我是服马乃滋的 马刀降级 马刀降级 对对对 他很 他还是务实 比较务实 他不像花帅这么 就是说 有点天马行空 不能叫天马行空 就是有点 给你们画了一个美好的愿景 可能这个愿景呢 你要跳出去 要够的 但是可能你不踮脚呢 不配合他呢 够不到的 这个就脱一了 马乃滋是什么呢 马乃滋是你们这些人 铁腕 你们这些人听我的 我给你机会 好好 我们就能上去 你们这些人不踢我的 滚蛋 别上去 他有点铁腕的 跟现在斯密特有点像的 你知道吧 其实中超需要一些 这种学性的教练 因为 阿赖有些酒鱼啊 比较 生我 辣椒 辣椒 中国 特别是中国酒鱼 这个是 有瓜林个种 中国社会普遍 你看瓜林来了 也被带坏了 还记得要去烤肉烤肉 就包括对国内酒鱼 我们以前就是 根宝给我们就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严刀管理 他其实 说的是罗金典的吗 对啊 最后一把锁 对吧 对啊 这个是以前生化的时候 后来 东亚时代的时候 我 我 节目里也曾经讲过 这个小故事 就是我 有一次就是 那个时候 体育背队嘛 我碰到杨丽敏 因为那个时候 14年的时候 杨丽敏 那个老教练 我就问他了 我说我们这个球队 到底靠的是什么 为什么能够 花那么少的钱 球员也不是很高水平的 那个外援 那我们为什么联赛 还能拿到前几名 他给我一句什么话 他说 我们靠什么 就是两个字 管理 管理管理 因为你要 你要把这个球员 一个个单独出来 拿出来看 都不是国内最优秀的 你包括王生超也好 蔡辉康也好 他们已经都打替补的 除了吴磊 稍微抽签一点以外 吴磊还小了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他这些球员 都是打替补的 你知道吗 在东亚里面都是替补 好的都走了 张林鹏 曹云定 王家喻 王云龙 互超 这些阻力都走了 那么他说 我们靠的是什么 我们如果是 光是 靠个人能力 跟人家对抗 我们是比不过人家的 那么我们就是靠管理 严格的管理 比赛训练当中 严格的要求 比赛的时候 严格的要求 赛前不许 出去玩 平时生活要注意 靠这方面的东西 来提升自己的实力 所以我觉得 根宝 为什么 他不断的能够出人才 也是因为他的管理 我们都去过 聪明机器 看过他的 对呀 就包括 我要说了 我要说到9900了 我心爱的9900 为什么他们 能够拿到 全运会的冠军 为什么他们 能够成为 在同年龄当中的 佼佼者 很重要的原因是 根宝 对他们的管理 对 包括根宝 对自己手下的 这些教练的管理 对下面这个基地里面 员工的管理 一个员工 两个老师 和这个 所谓阿姨 整个管理人员 对 他的管理 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 为什么 绿地生花 清训出不了人才 他不得已要买买买的 说的难听点 就他的管理不行 并不是说 他的人不行 买的人不行 买的人水平都很高 到了他那里 你看 特为是这么高的水平 到了他那里就不行了 对不对 我总跟你说了 瓜林那么好的外援 也不行了 我们是什么 像兄弟般的温暖 还是像什么家庭般的温暖 这个是他上五星体 说过的 对对对 你包括 我说实话 曹云定当年在 在我们 东亚 东亚的时候 多么优秀的球员 百家军是我们的白总 多么好的球员 李韵秋也都非常优秀的球员 包括孙凯 埃迪 就是都是佼佼者 都是我们的主力 这么好的球员 为什么到了隔壁就 不行了呢 就是两个字 就是两个字 你管 没管好 你松散管理 对不对 你没有管理 为什么说 19岁 20岁左右的球员 自己还是个孩子 心智还不成熟 如果上面很松散的管理 对 他们没有就是像人生的这种灯塔或者目标 就长歪了 小树苗就长歪了 因为他看到前面这些球员 比方说 孙凯之前的一些球员 就国内球员引进的这些 可能又不是根宝子的 也不是以前像范之翼 谢辉 齐红那些球员 就说他们的人生 就是感觉绿地 孙凯整体的氛围 比较松散 松散 那么人一松就有惰性 对对对 而且你在这个 一个氛围很重要 就是说你这个氛围里面 都是大家松松垮垮的 都是混混的 就提不起劲 晚上泡泡巴的 然后唱唱歌的 然后出去打打泡的 如果一个集体 或者是一个单位 上面到中层到下面 员工基层员工都这样 这个单位 也就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现在我觉得 绿地生化下遇到的问题 我现在要插出去了 不是换人的问题 制度 也不是制度的问题 他其实绿地里面 有一套非常完备的 完善的制度 但是问题是 没有好好去执行 根本就丢 铁腕 没有好好去执行 所以才会造成 现在十轮八分 并不是说 他们球员能力不行 我可以说这个球队 如果是让佩雷拉 来管理的话 或者是让张敏 来换代替 吴小辉的话 绝对不是这个成绩 起码中程 对不对 你至少打个六七八 六七八名 还是可以 对吧 因为你手指头 斑斑你这些球员水平 不是很差的 不是很差 对吧 你莫雷诺年纪再大 你现在在 中上游还能 在外园 前十top十里面 对不对 你的国内球员 这么多东亚帮 包括还补充了 那么多好的 九九零零的小朋友 送了这么多 国欧 国庆级别的球员 对吧 你说毕金号不行 毕金号真的不行吗 那还是你的训练有问题 你的管理有问题 我觉得所以 这个问题 现在已经没办法了 你除非是 你要不换 换上岗的来管 或者是换根保的来管 你靠绿地 这些人是管不好 管不好 生化的 靠现在这些 他管的有 现在有几年 五六年下来有了吧 14年成立的 绿地俱乐部是14年 2月7号成立的 5六年 2月7号成立的 当年那个 五种信誓旦旦的说的 说五年来要复兴的 他上次不是 逐贤兽了吗 是复兴的第一部 我们终于迈出了 复兴的第一部 对不对 所以我 我就说 这些人 说实话 已经烂到根了 就是 已经没办法 你 你不管是换 吴小辉 换朱俊伟 还是换 主教练 佛罗雷斯 还是换球员 都没用了 用刚刚那个球迷的名字 来解释一下 击中难返 击中难返 对 他这个 现在已经到击中难返 并不高荒了 对 现在是人人看到 要下某药才能救 不下某药救不了 而且我觉得 对吧 今天的吧 有给我种什么感觉 就是说 要降职了 对吧 开始 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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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打弱队呢 打弱队不拼了 混 自以为 全能爱抗数 那么今天是真的值了 你知道吧 今天上半场 拼强队 又拼了 又拼不过 因为能力 能力不行吗 不是 给人家进了一个球呢 不是这么恶 我拼了 我觉得 你要把体力留在最后 分配合理分配 他这个上半场 就跟人家拼掉 上半场我跟你说了吧 我说一比一 你看好下半场 60分钟以后 要漏了 顶不住 对不对 你 因为你碰到的是一个 水平很高的球队 鲁能他的 这个节奏 非常快 加加上今天 他来了一个意大利炮 佩莱 你这个点 你明显是防不住 佩莱这个点防不住 接下去的比赛难题了 为什么 上海传统的球队 包括上岗 去年 包括生化之前 夏天 最炎热的 六七八月马上来了 女家 女家还有个毛病 肯定 特别是生化队 拼不过人家体力 你想天乐的时候 要踢什么队伍 要踢恒大 要踢大连 要踢那个 上岗 7月6号 踢上岗 7月6号踢上岗 在上海就算了 不要进人 我就不算 你拼大连 拼那个 恒大这种 其实恒大 很热的地方 很大这种地方 很潮湿 很难踢 然后大连这种地方 北方人身体瘦子又强 还踢国安 踢国安 完了 完了 反正我 按照目前的这个赛程来看的话 再踢上岗 到上岗为止 我估计他们拿个 一到两分吧 可能大连让他一分 其他都没希望 大连可能让一分 因为周军嘛 对吧 周军客气 到时候摆个家业 摆家业 摆个家业 大家吃顿饭 对吧 然后商量一下 今天 我们也困难 大连现在几分 五分 大连一方几分 五分不是 好像七八分 七分 你们八分 我们大家都比较困难 要么各取一分 要么各取一分吧 对吧 差不多吧 七分 一个八分 七上八下 都差不多 难兄难弟 对不对 那么你给我 你给我一分 我给你一分 有可能拿一分 但是我跟你说 踢其他队 完全没有希望 完全没有希望 那怎么办 他只能跟 从重庆 以河南 我跟你说 唯一 现在唯一的一个 什么办法 放弃竹鞋盃 放弃竹鞋盃 就是 主场打重庆 上替预备队 预备队 把重点 就像上次 那个 深圳跟他们 踢一样的 深圳也是放 竹鞋盃 上预备队 然后 联赛 给生花踢 那么就是 把 让重庆这场 竹鞋盃 就放给他们了 重点是 拼后面一场 那深花现在 如果想要保级啊 能和他已经干掉了 去丰坛 你再把人家干掉 后面滑下 你主场收了 客场你拿回来 对吧 大连 主场 你赢一下 客场 要压住 压住大连 那么后面有三四个队 三四个队 保持到赛季结束 什么天津的 这种 你这压 你这压一下 人家什么 三四个队 你还是可以 还可以 对就这 这四个队 你至少要赢下来 下半赛季 有损失的话 有四分的话 那有威胁 最后四名一定要赢 倒数第二第三了 倒数后就下去 对对对 而且今天大家 也其实看到了 就是说 深花队已经是 完全是100%的投入了 真的是已经拼的 就是把家底 全部亮出来 你知道吗 没人 就是今天的这种拼法 我可以说 比伊哈罗再打得还要好 伊哈罗再可能 还没那么流畅 因为他要拿一拿 他比较独 伊哈罗有某些方面 跟浩克有点像 伊哈罗今天没上的话 其实对绿地是个利好 利好 节奏快了 但是我们看到 当绿地把家底 全部亮出来的时候 鲁能下班潮 对不对 我是觉得 他踢生花 七个五分钟以后 就是砍花切菜的 清云流水的感觉 就跑不动了吗 跑不动 你就是感觉 总比人家慢半排 对 而且前后脱节的 脱节的厉害 脱节厉害 你上了周立城也没用 对不对 我呢 得催一下千姐给 他踩的位置不对 给千姐 给千姐 他应该占中后位的位置 他包括 应该打什么位置呢 后腰 前腰 这种位置 那么为什么 这个花水 要有这种 很美好的幻想 我不知道 非要学上岗 打那个 三中卫 两个编译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非要打这个阵容 我不知道是他的 性格里面的固执呢 还是 因为我觉得 绿地生花 按照去年 吴金贵的 这个442的整形 是非常好 非常好 对不对 就是 而且打得非常熟练 他来了以后 变了 变成 我觉得 不管是 佛罗雷斯 还是佩雷拉 就是说 可能外归了 欧洲人 他的思想 跟我们中国人 不太一样 他有的时候 有一些比较固执 当然了 我们球迷 不是专业 他又认为了 我自己是 这个体育系统里面的 我们是强国 世界冠军 西班牙是世界冠军 王马是 是拿欧冠的 葡萄牙也是 欧洲 欧锦赛冠军 欧洲杯冠军 对对对 就是这种足球强国 西罗的 祖国呀 西罗的祖国 西罗的祖国 你别搞这 西罗可以 一人扛起 葡萄牙 不论那一次 都是有这个 比较固执 就不愿意 听取人家改变 所认为自己的 可能是比较 强势的一番 我可能觉得 对对对 那么你不是 你刚刚不是要 吹前接给吗 怎么又讲到花帅去 你觉得 前接给 关键不是他踢的不好 是花帅 要把它放对位置 所以前接给 千万不能换 前接给 不能在中后位 或者是边翼位的 打到前面去 打到前面去 你看跟广州副理的 丢球 跟深圳的丢球 都是因为前接给 他没升高 抢不过人家的 今天很明显 这个 这个升高 跟他抢 两个人压在他头上 前面还有 完了 他只能在下面 在下面仰望了 一升高不够 二没有弹跳 你说他都不够位 他弹跳也不行 弹跳不行 就是深深的看到 两个高点在自己头上 如果是像林嘉宾 马家军这种人 虽然矮 但是我有 我有弹跳 对吧 他一没有升高 二没有弹跳 所以你觉得 这个球不是成招的问题 主要是前接给 没有扛住 没有扛住全面的人 你如果前面换 换个高大一点的后尾 如果像毕金浩这种 或者是立棚这种 升高都会高一点 王伟这种 为什么不用毕金浩呢 毕金浩不是说 脑 那个美好吗 不是不是 那个脑出血 脑出血不能提 但是我看到 之前有一张照片 训练照片 毕金浩已经在训练了 和刘洛凡一起在训练 他恢复了一年多 在训练 一直在训练 那应该 一直在骑自行车 还法 还法 还法王 还法王 但是相反 我反过来说 我们今天的中和位 我要讲上岗队了 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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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于海是硬改造成中和位 不是 于海今天的表现 你就说吧 于海今天的表现 87年了 同志们 87年 因为你是 你是国际队的球迷 我对于海很重要 你应该是从于海 17岁看到大的吧 78岁 看了20年了吧 看了20年 快20年了 你觉得于海 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以他现在这个年龄的体力 能踢拼成这样 不容易 而且他是受过两次大伤的 三次 去年国家队第三次 第三次去该说 是和那个 冰谷 冰谷是和什么队伍啊 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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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所以 那个时候 我还报过 我不是那天 去世纪公园 海哥说不能说的吗 什么东西不能说 就是云南白药 弄好冰谷的那个成分 这样的 有这个神奇 云南白药 后来里面说是 云南白药 摻了东虫下草的一点东西 哎呦 这个绝密了 绝密了 这个绝密了 我不是学医成分 不是 关键是今天 今天复欢这个 这个药方正好用上去 复欢也这个位置 也是膝盖 膝盖冰 那说明 艾渡可以 艾渡有这个方子 有这个方子 好的那就我放心了 他上次给云海用过的 用过好像是这么大的伤病 三个月就恢复了 东迅就去了 那个是11月上掉的 对吧 很大之前 10月底上掉的 对对对 然后三个月 1月份 1月份 1月份就去那个 迪拜东迅了 这么灵的 那赶紧给付款用一下 那就回去以后 看他们怎么用了 具体就不知道了 这个充电宝这么牛 还会中医的 不仅会摆 云南白药和东虫下草里面东西 还会用别的东西 针灸 他学过针灸 这个有 他中西结合 这很牛的 针灸这个事情 上岗对报 是特别采访过 放过一段这个影片的 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那个时候 艾都接受采访之后 穿的是2017年 那个还是 纸江红的 那个外套的队服 还是博阿斯 在那个上海期间 那个艾都开始学的针灸 他是在上海学的针灸 他很好学的 有一个上海中医大学 就是张江 这边的教授教他 哎呦 这个是我了解掉的一点内幕 马上绿帝也要去找了 也要去找张江的教授来 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大学的教授 不知道现在这个教授 我们上次 那个叫什么 前两天看那个节目里边 就是那个叫谁 那个那个莫雷诺 也是什么反重力 反重力 反重力跑步机 这个东西我不太懂 不是我就说 就是我们的东西 绿帝都学的 绿帝还学了我们 学学了我们一套 什么东西 你知道吧 叶蛋 叶蛋 他在里面赚 赚得了浑色 等着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 我们是用好了 结果 康乔 没用好 机器在那里 费了半年 报废了 报废了半年 花了 这个有点浪费了 吴总 你这个钱花了 真是冤枉 找了死灵 找了死票 好的 我们点点 你来点 你来点 我来跟他讲 你来点点喝的吧 要点满120 你点吧 反正 点两杯饮料 再弄个冰激凌 我来个这个 冰的 冰的 不要加冰块 就是冰的 我来个西瓜汁 我们也喝点水 也讲了一个多小时了 嘴巴都干了 你还吃什么 等下吃光 吃了再点 先把这个两杯上来 我们喝完再来 我们因为刚刚小龙虾吃好 那个主食 我们就不吃了 喝 你给我上 等下弄两个冰箱 弄两个老鹰好了 三个快来 三个还在开车 一个不中 哪里来急 小龙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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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等下帮你理解一下 好吧 帮你理解一下 先说复欢情况 复欢应该 就是 应该休息两天 我觉得通电宝充一下 应该问题不大 因为马上要下休息了 6月2号剃完就休息了 剃完以后是 6月2号剃大连 菲律宾 后面要剃菲律宾和什么 吉尔吉斯坦的友谊赛的吧 塔吉克斯坦 在广州 有嘎牛 我又为小颜担心了 颜俊丽要去了 我们要去两个 不是去两个 今天是PPT猜测的 颜俊丽为什么要担心呢 小颜上次不是 中国杯踢完回来以后吧 我跟他聊了几句 他说 这个球踢得这么丑 我整个人感觉 哎呦 这个倒时差 我还没睡醒 倒时差 那个是 那我们不 刚刚踢完中国杯 我们不就要去踢亚冠吧 对吧 嗯嗯 就是 第一轮去踢了那个 卫山对吧 卫山现在 卫山 就是踢完以后 他很累 很累 小颜说 我感觉整个人 只睡了六七个小时 很累 没睡醒 没睡醒的感觉 你知道吧 我这次日本回来啊 我睡了两天 睡了两天 是累是吧 真的 不是 就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就时差一小时嘛 但是我觉得在日本 我就很疲劳 就是人呢 就是那种精神状态 就是紧绷的 一会儿要去这里了 一会儿要去 你到了一个 陌生的异国他乡 对 神经高度紧张 因为出去哪怕坐地铁 我都怕坐错 你知道吧 就是我在上海的话 我不可能坐坐地铁 因为上海 我知道哪条线 换哪条线 对 罗亲上啊 对不对 比如说我到八万人 坐那个三号线 对吧 或者四号线 但是你要知道 我到东京去坐地铁 要我命了 这个地铁下面是十几条 而且不同的班次 去的方向都不一样的 你刚刚刚那水土布布 空气 还有吃 日本什么来 很多东西都冷食 对对对 热的东西少 对对对 因为我你们 吃不惯 吃不惯 中国人 虽然也有米饭 但是他 因为我怎么说来 因为我小时候来 去日本比较多 我有个娘娘 你小时候去日本来 娘娘在那个东京 在那个奈良 京都这种地方 我大了应该 因为我现在工作关系 不太方便出去 其实我小时候 下次要去一趟 小时候去日本 你刚才 你前两天说要去一趟 对 我高中的时候呢 一直去日本 初的时候一直去 那个叫花火祭 对吧 我个人因为比较喜欢 那个灌篮高手 喜欢那个足球小将 大公尹 就是我去的那个 连昌 连昌高校前 那个应该叫 神奈川县 县立湘北高中 动画片里面是这样叫的 这样的 对对对 所以 所以就是说 感觉就是还是很疲劳的人 对吧 所以那个 马上 我希望就是说 6月2号比赛结束以后 给所有的球员 一个调整期吧 就像上次 我记得 调整期不对 好像只有两个礼拜 但是上次好像调整期 我记得 浩克奥斯卡都回去了 都度假去了 我觉得也是要给他们 稍微放松一下 他们在东南亚度假 对 在那个泰国 要稍微给他们放松一下 你也不能 上次是放了10天 这次我觉得放个一个礼拜 这次应该是休息14天 两周 对对对 休两周 接下去的比赛 我们先大概说一下 就是我们 下周二 5月21号是对卫山现代 是亚冠的决战 决战是 决战 对吧 同时两场比赛都是16点开赛的 18点 18点 就是晚上6点 对不好意思 然后我们再下一场是26号 对北京国安 是几点 8点 7点半 都 7点半 然后都是主场 然后再下一场右一场 三连组 三连组 下一场是打那个乙鸡鸡队 足鞋杯 长春 29号 29号 长春百家 6点 4 然后再下面就是客场了 就是6月2号对大连一方 就是我们等于还有四场比赛 也是赛程非常紧 基本上三天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球员也好 球迷也好 还是要克服困难 就是首先把三个主场先打好 这个三个主场打好 基本上三线 因为正好三向三势 就三线就顺利了 对吧 猪蟹杯也能晋级 亚冠也能晋级 然后联赛上能够追一追 追追北京国安吧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 靠近一点吧 心态会好一点 就是我们球迷和球员都要努力 都要努力 我们不是说肯定拿下了 不讲这个话 但是我们要努力 要拼搏 那么最后一场联赛 我们去到大连 希望也能够有个好的结果 不要再重蹈去年的那个负责 去年被他搞的比赛支离破碎的 我们争到争枪力 要跟他干一场 干完以后我们就可以好好休息 我是对大连那场蛮期待的 不过因为是星期天 可能我就不一定去 因为回来第二天上班 我觉得我们今天赛场稍微有点不利 就是去年我们远 真为什么能去比较多的人 都是礼拜六 礼拜六的多 今天礼拜天的话又是晚上 如果是礼拜天下午 就上班有影响 上班有影响 对 就很多人如果要去要请假 对对对 今年还有一场特别有意思的比赛 如果大家想去广州的 去月球山的 请记住是星期一 礼拜一 礼拜一 这个比赛 就要上三地波 上三地波 就是看球 对吧 看球 上三地波 广东话 谁听不谁讲 你这个粤语不错 我到了那边一句都听不懂 我只能开国语 他们要用粤语骂我 我也听不懂 广州 广州福利球迷队我们还是可以 蛮好的 蛮好的 我大四席那场 我们 五蕾大四席那场 五蕾大四席那场 福利球迷还给我们在山上送水 那蛮好 那个 还蛮客气 虽然输了 输了 人家还是比较有素质的 今天 而且今年主场也没为难我们 没有 对不对 0比2 很轻松的 对不对 那么继续我们还是回过来点评今天球员 刚刚讲了艾尔克森 讲了艾哈 你觉得奥斯卡今天的表现怎么样 奥斯卡还是正常 总体发挥正常 就是你说他 中场核心 你说他很亮眼 很经典的 我觉得没有 没有不要说什么 一脚轮一球直接进球这种 就是 但是他就是 中规中矩就是他最好的发挥 他就是应该把 其实我觉得他的水平只要发挥出60% 已经很厉害了 如果能发挥出80%的话 基本上中超就无敌了 如果发挥出100%的话 奥斯卡 奥斯卡今天为什么 压惯了 发挥的比较正常偏上 而不是比较低迷的 都要感谢林创一在前面 把他的分担 哦 还有艾哈曼 或者说把他防守上的分担 那么这个话要讲到林创一了 因为今天前面很多球迷都说 要给林创一点赞 都表扬林创一 小林确实 今天林创一的表现确实 心态比以前好很多了 我记得前两年好像我们一直黑他 前两年黑他是什么原因呢 训练场上水平是有的 不管是 预备队也提的蛮好 不管是那个之前的埃里克森 还是后面的伯阿斯 还是现在佩雷拉 三任主教练 对他的水平都是认可的 但是为什么 他预备提的也蛮好 但是为什么没有发挥出来的 我觉得还是以之前那个 心态不好 心态 太紧张 太紧张 可能就是跟伯雅斯 经常说的那几个字叫 想赢怕输换得换死 想赢怕输换得换失 所以今天我看到他的表现非常自信 处理球也非常果断 然后积极的拼 他从什么时候开窍了 我觉得 可能就是去年亚冠 对澳大利亚球队进的第一个球 那个产测 开始给他一心心来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年轻球员 我还是这句话 大家要给他们 时间 一个时间 第二个要给他们鼓励 不要就是说他一旦犯了错误 就去骂他 因为毕竟所有的球员 都是从一个不成熟的球员 慢慢慢慢成长 成长起来的 你如果遇到一点小问题 就骂骂骂 这样对年轻球员成长 是很不利的 开窍肯定不是在国家 对什么军训局信后 这个球迷有点拉下了 这个不自信 去军训一下 以后都去军训一下 都去军训了 绿蒂也军训过的 绿蒂也军训过的 没用 绿蒂是厉害了 是什么军训的吧 人家是国家队 全部请过去 绿蒂是请那个武警部队 直接到康桥里面给他们去 这个厉害了 不一样的 这个事情我知道了 偷沙海那个警备区里面 调了几个人 调了几个比较好的经验的教官 给他们那个U-19 U-17 练军之手正部 给他们 都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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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练了好像没什么效果 练了好像没啥用 没啥用 所以就是说这个 像沈祥福这样 什么到太济南 什么守部去 跑一圈 这种没啥用的 不解决问题的 对不对 还是要靠在场上 场上的比赛 他这种军训呢 其实就走形式 有点像 我们这种大学里啊 毕业 就上大学之前 高中之前 都要有个军训 高中也有 大学也有 就走个形式 走个形式 他并没有起到就是 端正人的态度 或者是 人家该怎么玩还是怎么玩 今天守意志品质这种 就是军训 没起到说 没学到 他走了个形式组 我觉得 所以 军训这种东西 没有 没有什么意义 三哥上次说过了 三哥又说过了 说过的是吧 罗哥好了没想嘛 以后三哥不在 你就模仿三哥 不是 我是三哥看多了 三哥看多来了 你是三哥铁粉了 三哥铁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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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模仿的 微妙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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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像三哥 服了服了 三哥最主要就是 三声冷笑 三哥这个冷笑笑的 真的是 很有特色 很有特色 很有水平 很有水平 他这个笑的是 就是幽默当中 不是那种 鄙视你的亲密 又带有幽默 又带有嘲讽 又带有蔑视 三哥这个三小 我是学不会的 三小 高级黑 高级黑 没有没有没有 三哥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很同大的 老了老了 高级黑 我是看了三哥 整整一年的节目 看下来 现在学到了 皮毛 皮毛 学到点皮毛 你还要继续学习 还要继续学习 就是三哥有话讲出来 他的这个思维 是逻辑是什么样的 我还没有理清 他的想法 跟我们不太一样 他的思路比较特别 他的视角比较特别 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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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们关注的 我们作为一般性球迷 不想到那么深 没有想到那么深 三哥是这样说你的 说你呢 是骨灰级的铁粉 就是你只在 就是 助威 助威 还是看球上面 你是 但是 他讲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忌惨树什么的 我们可能没那么深入追究 在比如上一期节目 他给我们讲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裁判的 风水 风水 我完全不懂 完全不懂 听不懂 是吧 为什么 这个姓马的 我听了 云里雾里 云里雾里 反正就是 能听下去就行了 能听下去 我听 完全听不懂 为什么五行 相生相克 金木水火 怎么这么多的东西 也出来了 我都不知道 扣扣扣 三哥 三哥有时候讲东西 有点 学学 这个你一般人是无法理解 我这个 颤透的 level还不够 境界达不到 到不了那个高度 你要好好学习 学习 要 要多看三哥的节目 要多看我们这个 上港球迷课在 长知识 三哥的角度 很独特 然后 吊 吊钻 吊钻 比较 吊钻 你看看三哥来了没有 我们问问看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问问看 今天我们 基本上面 球员都点评过了吧 严峻林 你不用点评 这个不用点评 这个是一如之吻的稳定 我的 基本上 我也不好意思 再吹了 否则三哥又要喷我了 我说一个 我就想一个比较 如果可能的梦想 小妍如果真的流洋了 我们换谁来顶替 能不能把顾超什么 买回来试试看 那不要买 我觉得就练小牛 就练小牛 陈薇和四小冬 对啊 陈薇 四小冬 甚至于 更小的门将 孙家正 都可以练 对吧 为什么 给小妍有点机会 对吧 但是如果说这样 保不齐严峻林 万一真的有人看他 对吧 但我内心是不希望 他走了 但是人家 万一就像吴蕾一样 吴蕾一样 去吸甲了 所以毕竟还只有二十多岁 他跟吴蕾同年的 二十七岁 二十八岁 二十八岁 还小了 还小了 还有隔三四年 可以出去 让一下的机会 对对对 对吧 新的士兵姓马 马姓裁判 这个马姓裁判 这个今天又马 你又来了 反正就是 上次三哥说的 姓马的 就是跟我们 都是火 火 因为是天干地之士五 五马未央 成龙四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十二生肖知道吧 直属丑牛 直属丑牛 那个银虎卯兔 成龙四蛇 银 五马未央 生猴有鸡 驱狗害猪 这么复杂 就每个动物 代表了一个天干地之 天干地之 对对对对 然后正好马呢 叫五马 因为我属马 所以我知道五 马是五 中五的五 五马 所以香港有个演员 叫五马 是吧 就是比较老的 拍那个武侠 他有可能也输马 可能 是吧 是这个意思 不是拍三级片的 不是不是 正宗无侠片 拍五侠片的 五马 五马五马 不是拍三级片 不是拍三级片 又搞了 香港好像 我就记得拍了三级片 没记得又拍五下片 拍三级片的是 谢霆锋他爸 好吧 鬼片 鬼片 五马分尸 鬼片 他拍鬼片的 鬼片的 三哥一路上 被你收到耳朵 冲冲 不会的 已经去世了 对对对 我们 我们那个 老演员 敬重一下 敬重一下 我正好要插一句 昨天我们一个 大师级的一个 华人去世了 在美国的 你知不知道是谁 搞电影 还是搞什么艺术的 建筑方面 建筑我不太熟 102岁 我们 我们 有很多世界上知名的建筑 都是他设计的 真的不清楚 翔哥给大家 有人知道吧 叫什么 被绿 被域名 包括卢浮宫前面的 三个金字塔 包括肯尼迪的图书馆 不好意思 我昨天在加班 没看新闻 很多名人 名人 你一讲到这个 卢浮宫 卢浮宫 我们又要说到那个来 要说到那个 刚刚前不久烧掉的 巴黎圣母院 也是太痒了 太痒了 太痒了 我们这话题 返回来 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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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设计了苏州博物馆 也是他设计的 就是那个新的 金基湖那边的 那个博物馆 对对对对 就我们上次 提完超级杯 我去看过的那个 对对对 苏州的几个建筑 金基湖附近 都挺漂亮的 包括他奥提 对 据说明后年的 那个叫什么 超级杯 还是在那边 对 现在三年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们中国人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就是我们中国人 其实是 在世界上 都是非常有成就的 你知道吗 在各个领域 包括在建筑方面 在物理方面 在诺贝尔奖 对不对 很多华人 拿了诺贝尔奖 丁造中 拿了诺贝尔奖 包括在医学的领域 都有 华人都非常有成就的 包括在商业 商界 我们的中国人 在外国 都是非常受到尊重的 但是唯独唯独唯独 哪怕在体育界 我们中国人 欧文斯奖 很多人都拿过奖 对吧 冬奥会 对吧 我们大洋小洋洋 包括我们乒乓球 我们的这个套水 大洋小洋 那个叫短道速化 对吧 你要知道 小刘 是我的珍珠奶茶 真好喝 谢谢 来来来 珍珠奶茶 小刘你要知道 乒乓球 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你知道吗 英国人发明的 对啊 羽毛球 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 是英国人发明的 对不对 跳水 最强大 以前跳水 不是中国人 想出来的 对吧 就是很多项目 都不是中国人玩的 但为什么 玩法玩法 玩到最后 都是中国人最牛 你包括举重 也不是中国人玩的 中国人也拿过冠军 拿那么多冠军 设计 设计也不是中国人 想出来的 以前中国人 只有冷兵器的 就是 这些 所有的项目 中国人都能成功 包括排球 排球中国人 以前又不玩的了 旧社会 你记得有人玩排球吗 没有 没有人玩排 这也是西方 就是这个 奥林匹克运动 基本上都是西方的 八十年代 中国女排五连冠 什么来的 除了一个空手道 空手道 是韩国人 韩国人发明 一个柔道 是日本人 对吧 所有项目 都不是中国人发明 但是为什么 我们中国人 能在奥运会上 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因为中国人聪明 聪明 母方能力 中国人 吃得起苦 吃得起苦 然后中国人 愿意去学习 那么为什么 这么多 世界上那么多领域 然后那么多 这个 取得那么多 体育界也是 为什么就是 唯独在足球上面 特别是在中国男足 女足还好一点 还拿过世界亚军 为什么在中国男足 这个项目上 就唯独就上不去呢 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中国人其实不缺钱 一不缺钱 二也不上 学习的能力 我一直觉得 还是体质的问题 又要受到 那么还是中国足鞋的问题了 足鞋有很大的原因 对吧 因为其他项目都管得好 就你这个管理不好 就你足鞋管理不好 而且啊 足鞋这个 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足鞋之前啊 把一些不专业的人 弄进足鞋来搞足鞋 就是不搞足球的人 不是搞足球的人 对 对的 就是足鞋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因为牵制的 利益实在态度 但是搞得不成 但问题是 以前中 中国足鞋也不 也计划经济 没搞市场化经济 之前谁弄得好呀 也没弄得好到哪里去啊 也没进世界杯啊 总比现在好一点吧 比现在好一点 至少还能进个十强赛 现在弄个三哥又要出来 2020年我也可能没希望了 2020年也没希望了 落后人家日本 最起码30年 我是这辈子看不到希望 三哥又要冷笑了 这个又要冷笑了 看不到希望了 这个也不是三哥说 根保亚说自己也说过 现在很难 根保啊 我们上次在上海体育学院的时候 你跟我做 就是40年40位体育人 根保去做讲座的 对就是改革开放 我们有直播的 我们这个平台上面 有直播的 养生死大港 在中国足球已经 罗斯罗 他只能再继续培养新人 然后改变现状 因为体制不是他能改变的 但是光靠他一个也不行 那他只能做一些 因为他也毕竟75岁 76岁了 他再过十年到85岁 我告诉你他绝对带不动了 肯定要休息了 不可能了 那么中国足球靠谁呢 靠他的地址了 靠刘青 这个是后面的 他们 蔡慧康 这个还做教练年时候还短 还不够这种麦克资格 带不出 带不出小的清训 人家卡纳瓦罗不是年纪 已经就当了教练了 卡纳瓦罗年纪也不大 那个是李皮挑一双 那个不一样的 卡纳瓦罗说他没有证的 野鸡教练 他们说卡纳瓦罗没有证的 他是野鸡教练是不是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事吗 可能是中国足球也有证吧 中国足球也不一样证啊 没有没有 我自己足球应该有证了吧 我自己足球 我自己足球也不一样证 我自己足球也不一样证 今早我九一日赶了差不多了 嗯 这样九一日赶了 那么阿欧奇刚刚五都张比赛 哎呦 李八良 李八良 现在局面大家应该都 基本上像形势都晓得了 只有拿下对手才能出现 对 而对手呢是已经出现 对吧 就是只有拿下对手的情况下 才能不能自己出现 而且卫山现在他们在自己的联赛里面 是位居第一的 第一的 他们刚刚战胜了全北现代 全北现代 目前卫山现在是领先两分 领先两分 领先两分 对 领先分 对 所以他们其实重点要 领先 要转到联赛了 因为他们亚冠已经出现了 没必要 我觉得再派全阻力来 已经没有任何利益了 而且会影响到自己国内的联赛 国内比赛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猜测 不知道韩国人这什么 到底什么心态 他是要搞你男还是怎么弄 但是他搞了我们放日本也没起意 因为前两年上港和卫山关系还可以 上港也没有对卫山做了什么 不是关系的问题 我觉得他如果把我们 不管是让日本出现和让我们出现 其实一样的 都是强队 都是强队 但没有必要故意把我们做掉 对不对 而且怎么说呢 他 我说一个阴谋论的角度 那边 他有可能让我们出 为什么 因为很有可能提的是全北线代 韩国卫山线代 会不会国内达成某种默契 让全北帮我们做掉 如果 川崎去和全北打 对啊 不一定会有 他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出现以后是 如果出现是对全北 另外一组的第一 我说的是一个阴谋论的 而且全北是他的K联赛的竞争对手 他跟全北跟我们拼 有道理 就是他就是为了拖住全北联赛里面 让上港跟全北 他知道上港的实力肯定是要超过 川崎前锋的 所以他故意让上港出现 然后让上港去死磕全北 然后他就余温得利 余温得利 有道理 有这种英文的想法 有道理 我如果是一个教练的话 聪明的主教练 我是这样弄的 对 而且他还就是不赢你上港 就不赢你上港 干嘛赢你呢 赢了反而 让日本出去拼 全北S1了 全北S1了 全北天涯归 跟上港 因为他知道上港是个 绝对是个南肯的骨头 上港的实力来讲肯定是高于 作为我自己的球迷来说 上港球迷来说 我倒反而喜欢提全北 虽然我们可能要输 为什么 但是我心里有憋着一股气 0比5 0比5 又要说0比5了 0比5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你们那个时候 0比5什么秘密 你们是2016年吧 对吧 对对对 2016年 你们那个时候是球迷会员 那个时候正好这天 在韩国全楼南道 全楼北道旅游 你也去的 我去的 只不过我是坐在 那些球迷不是上港球迷 也不是那个 那么你看到我的了 我们在球门后面 你们在球门后面 我看到 但是我想不起来 那个时候你的样子 你那个时候 16年是不是在日本 也插过旗子 把人家那个 对对对 拿下来 对对对 但是后来 在大阪大阪 但是全楼南道是 我自己买签证去的 哎呦 当时这个地方应该是 Onicolo Onicolo 这个地方有一个 韩国的水果市场 我买了一点橘子厂房 很便宜 那个时候5比0的那场 我其实在现场的时候 很气愤 后来为什么我会加入球迷会 是因为这个比赛的影响 0比5 0比5 反而促进你要进球迷会 要进球迷会 之前的话我是在主场 第一场散客来 就是上岗 是15年的时候 好像是踢水源三星吧 踢3比0 这场是 是鱼海以后 就是我们第一次进亚冠 然后15年不是又把鱼海买来吗 然后我是为了看鱼海 又来看亚冠 这是我第一场在19楼 2楼散客的时候看票 所以我觉得 要复仇 就得从全北 全北的身上跨过去 目前第一步 先要干掉 卫山 卫山 对不对 然后呢 跟我们同时比赛的另外一场是 路导路角客场 对 悉尼 其实悉尼也是有机会的 他并不是说没机会 悉尼出现了 悉尼应该 他是几分 悉尼应该是三分吧 我们是六分 悉尼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三连平 他如果是我们输掉 悉尼赢那个 他还是有机会的 所以我觉得他也不会轻松的就放川 但是他起码要就是赢川 奇要两个球以上 因为竞胜球的话 竞胜球 我们占优势 对对对对 但是总之吧 他也 主场也不会轻易的就是让川 奇过去 因为他是主场嘛 对的 对不对 而且川 其实远真 他如果战胜了参奇 悉尼已经淘汰了 但是他主场 我觉得还是会拼一把 我们客场竞球比悉尼多 3比3 然后他是2比2 我们客场竞球比多一个 多一个 我们正好平时 我们多一个 这个问题 所以他已经淘汰了 即使他是六分 他也淘汰了 对对对对 那么他就放松心态了 就流利国内联赛了 但是好像我们中国联赛已经 我们现在是六分 我们六分 六分对吧 但是你看一下 好像他们 那个澳洲联赛已经结束了 你看一下是不是 澳超就结束了 你看一下是不是结束了 澳超我记得是 到五月份应该差不多快 要 如果是打季后赛的话 那可能会比较胶着 他们现在是打季后赛吗 看董球帝 直接看董球帝 看董球帝 我看一下董球帝 你跟大家继续说 澳超应该现在结束了吗 大家知道不知道 季后赛 那么我如果是打季后赛的话 我觉得他不会死磕 他不会死磕 扑合 川崎 因为他毕竟季后赛为重 季后赛比较重要 他可能会让替补阵容来打这个亚冠 而且是一场 继续比赛对他来选 对不对 所以这样看的话 川崎拿三分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关键就是我们主场能不能拿下 卫山 这个硬骨头 因为现在卫山在韩国也是排名第一的 他们现在的实力 也证明在 就算在K联赛来讲 他们也是最好的球队 是不是 所以我们还是要 非常的重视这个球队 虽然 对方没有取胜的欲望 但是我们也不能 轻视对手 所以 我觉得下一场比赛 126点钟 大家能够到现场的话 尽量能够到现场来一起给我们的球队加油助威吧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主场 特别是上岗队 8万人 这个球场 其实对客队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的球迷的现场的这种助威啊 声浪啊 给对手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给我们自己球队加油鼓劲 所以 希望所有的球迷都能 6点钟啊 礼拜6点钟 早点下班 到我们现场来给球队加油 啊 对 一定要来主场 大家一定要来主场 嗯 嗯 那对的 今年是掀开互相成绩的 对的 没错啊 这个叫 王 哈哈 王哈哈 对的啊 09 周二这场比赛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啊 只有拿下对手才能出现啊 对对对 就是确保自己 而且我们上岗队现在也面临着伤病的困难 嗯 嗯 包括复欢的受伤啊 应该是肯定无缘下一场比赛 下一场比赛 啊 包括 呃 之前的四 呃 三个球员 嗯 嗯 呃 呃 两个受伤的 一个石科 一个 呂文军 呂文军 对吧 就是一口一口去吃饭 对吧 也不是说想得很远什么要拿冠军啊什么这种我们都不想 一点点来 就把这场比赛先拿下来 嗯 至于后面打全北的话再说啊 嗯 呃 虽然我们呃 对手很强大啊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种不输的 我觉得今天如果想要有突破对吧 先把卫山这场拿下来 你的小组抽签 出现以后呢 啊 就跟全北硬钢 对 你踢得过人家 你就有 踢不过人家 你就爬下 就重建 再来 对对对 没什么大不了 也没什么问题 大家不要心态就是 就是 其实我觉得上岗队 今年啊 能够踢到现在这个程度啊 已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了 因为我原来认为 就是说无垒走了以后 分解我的五官没没气 对 因为攻击点没了嘛 你一个赛季要少几十个球的话 这个联赛肯定 我我说实话 不是说前三了 可能就保级了 像现在绿地生花这个样子 保级我倒没有 对吧 然后亚冠的话 我觉得 基本上是 小组才出不去的 嗯 啊 然后竹节杯的话 我觉得也走不远 但是没想到 现在居然 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我们通过 楼园的努力 教练组的努力 俱乐部球迷起 同情协力 还能走到现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 已经是出乎我的意料 非常不错了 嗯 啊 我又非常满足了 今年我是非常满足 今年拿到一个超级杯的时候 我其实想法 我比你更简单一点 啊 联赛保证前三 能有一个亚冠的名额 足球杯什么 拿一个冠军 如果 如果啊 如果那个亚冠 能够拿个冠军 那最好 拿不到 有个要不要 起码 足球杯拿个冠军 一试一试 如果足球杯拿不到冠军 保证一个亚冠 联赛 资格 资格 啊 前三 因为体系已经乱掉了 崩盘了 对 原来是打4-4-2的 4-2-3-1的 现在变成 而且一个 一个 一个赛季 一个进27个球的人 主力射手 你在从外面 随便买一个人 就算你买一个 没买 而且没买 就算你买一个 没西西罗 你保证他第一年 就能够 回来就立马 记他记用 不可能的 对对对 很难的 很难很难 啊 所以我今年是 而且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 就是这个 超级杯的冠军 你觉得 怎么会拿得到 这个国安 跟国安踢 居然会踢两 2-0 你觉得 有了又问了 强哥你愿意看到 分化降级 我知道 还是比较降级的 好 又要问这个 上次已经问过了 我跟你的心态是一样 就是 刁以斯刁来 刁以斯刁来 萨道萨死明 萨道萨死明 不死不活 不死不活 就这样吊着 如果你真的降级了 很有可能 就是资源重组 资源 哦 资源重组 上次三哥说的这句话 我是认同的 对对对 有可能重组 重组 重组的话 在什么时候呢 市里面当时的 那个目标总体 体育结构的概况 是这样的 就是中超两支球队 中甲一支球队 中宜一支球队 洛干个乙级球队 对对对 或者 还有 业余队 还有 中冠 中冠 就反正这种 丙级联赛 丙级联赛 十几个吧 你这个这样 对 如果你这样 一下子挣花这种 降级的话 降级的 他这个里面的根源 盘中复杂的事情太多 牵涉的利益方面 各个方面太多 可能要把我们的梯队 卖给他了 比如上岗这里 弄几个梯队给他 让他把升级升上来 升上来 对吧 或者我们这里 给他几个外援 外援啊 奥斯卡什么 这里面的事情 一旦政府企业 什么参与 那里面的事情 就复杂了 就搞了 就这样 功不可没 才来 就跑一了 对不对 就不要降级 就这样吧 可以了 蛮好的 真的 降级了 我真的不想看到 降级了吗 隔壁吧 那边 我还是讲回来 我们刚刚讲超级杯的事情 就是说你觉得 今年我们这个超级杯 也拿了有一些幸运 我要说上半场 上半场 国安没有攻破成本 下半场 下半场 佩雷拉的运就转了 而且我们进了 这两个球 你会 你先顶完吧 我们这边一百 好好好 我来摆 你来点 点满一百 你看前面点了多少 行不点多了 还有四十多块钱 叫个什么东西 你点吧 点个冰淇淋吧 点两个冰淇淋 点两个冰淇淋 你点 直接点 那点个冰上 好吧 给他拿个冰上 我们的冰上 我们都闭出好了 够了吧 够了吧 一百二 那东西是要手 我等约本 对吧 就是 我就说这个打超级杯场比赛 就觉得 而且下半场 我说实话 蔡惠康的这个传球 也是很有偶然性的 它是一脚破坏 但没想到这把破坏球落到了 我们球员的脚下 就进了 是不是 也是非常有偶然性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今年其实我们的运气 已经是很好了 能踢到现在这个程度 有50%我可以说是靠运气 就是靠了这种运气相当好 才能到现在的这个程度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应该满足了吧 作为球员来讲 我很满足 是吧 真的很满足 你收拾回来的时候 我记得我们在一起吃烧烤的时候 你就收过了 能拿到一个超级杯冠军 今年弄武三四完蛋了 我反过头来我要说一句 就是说如果像去年的话 去年的话 我到17年的话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有四个球员被停赛的 17年 乌尔克 乌雷 哪四个球员被停赛 大家还知道吗 我来问问一下大家 当时有四个球员停赛 有句英文知道吧 我先给你们透露个 衣服上穿了那个 叫Nothing to do Nothing to lose To say Nothing to do Nothing to say 我们有四个球员 当时同时停赛 一个人穿了一件黑的 一个人穿了就白的 就停了两场 对的 吴磊 奥斯卡 浩克 复欢 奥斯卡 四个人停赛 我们给大家回应一下 我们不讲原因 但是同志们 我们今天你看看 我们缺了几个万元 今天缺了几个万元 浩克 吴磊首先不在了 跟上次相比 吴磊不在了 浩克也不在了 复欢也伤了 是不是 就是 就除了一个奥斯卡 还在场上 其他三个人都 不在场上了 不在 那么 同样是缺少 这些人的情况下 我们的今年的表现 要明显好于17年 17年缺了 吴磊 缺了浩克 就觉得 这个球没办法踢了 踏踏了 你知道吗 完全没办法踢了 但是 对吧 但是今年我们少了 这几个球 我觉得我们的年轻板凳 上来了 我们的 当时以前一直说 我们的板凳不行 板凳不行 但是今年你看我们 板凳上来了 那么很重要一点 就是就像刚刚 刘警官说的一样的 就是我们的 教练组的心态 心态好 非常好 球员的心态非常好 然后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球迷的心态 球迷的心态也非常好 不是说我输了一场 然后就把球员骂死 球就像隔壁一样的 去年那个 中途的时候 6月份的时候 骂了最凶 穿枪斗逼模 就像去年也是骂的 就像现在的绿地生活 我相信 你们只要去绿地 那个贴吧看看 保证今天是骂 骂的呢 教练背锅 不是教练的 一个个骂过来 一个个骂过来 最好全部滚 教练主要承担了 那种大仇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上岗好在哪里 就是我们的球迷 没有乱 心态好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球队 取得好成绩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你知道吗 我觉得是可能 经历过17年 这种大起大落 球迷成熟了 特别是试怪 对不对 特别是 博阿斯被处罚 这种球迷 球员被处罚 我们有点像 今年的鲁能 见怪不怪的 心态已经平安了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今年的鲁能的心态 就由我们当时的心态 特别亢奋 特别想成绩一番事业 想拿冠军 但是呢 用力用的不对 他用力不是用在场上 他是用力用在什么 跟裁判 搞矫情 或者说是跟竹鞋 或者说是 就去那种矫 他不是单独比赛的那种矫情 对 他没把重点搞准 他把重点放在了 场外 场外 那么17年其实也有这种味道 我们就是太急 急于拿冠军 然后伯瓦斯呢 也年轻 那么就一下子 17年我们事件太多了 一会儿我们月秀三 一会儿我们毛巾事件 一会儿我们 白毛巾 一会儿我们又是 所以很多事情 然后恒大水军们又在黑我们 对吧 所以很多很多的综合因素 造成了我们17年 如果17年的我们的心态 稍微好一点 平和一点 那我相信肯定早就拿冠军了 所以我要说一句 冠军最后的争夺 已经不在于技战术层面 也不在于你的实力上 心理心理心理 关键还是心态 心态 就是当一个球队已经达到这个高度了 比如说曼城 他也可以夺冠 曼联也可以夺冠 你说今天 这个英超这几个队拿冠军 都不意外啊 不意外 对不对 立物浦拿冠军 你也觉得很正常 很正常吗 那么这么多球队都有机会拿冠军的情况下 为什么只有曼城拿到冠军 心态 心态 也有时候赢了 14年 所以上岗队并不是没有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是建立在心态好的基础上 我们去年最后拿冠军是什么原因 是在那个世界杯期间是五年 之前是五年胜 然后世界杯 17号上来跟隆文踢了1比1之后 就没输过 我们没输过 是六年胜 对对对 然后赢了恒大以后 最后赢了那个人和是七年胜 对 然后才拿到冠军 就当中两个十一年胜 对对对 就剩下六年胜 然后拿到了十一年胜 所以去年我记得也是北京国安半成冠军 冠冠冠军 虽然我们少赛一场 但是还是他们扮成冠冠 去年我们落后的 对对 我们因为那个台风正好有一场没踢 对 7月21号改造9月18号 对 所以 这天我为什么踢得这么清楚 7月21号这天只扒 台风 所以就是说我们球迷的心态 很重 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我们球队的成绩 所以我觉得大家心态好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可以帮助我们球队能够把他的水平啊 完全发挥出来 你想想看 如果一个球队里面的球员一天到晚在微博上 在跟球迷吵架的 你说这个球队踢的好 我估计今天晚上又有很多生花球迷 要到那个生花的官微下面去留言了 又要到那个曹云定的那个上面去留言 又要到贴吧上面 其实这种做法 它是你确实很急 但是有的时候呢 就是说运速折复他 他这样给曹云定心理压力了 也没用 曹云定自己其实今天表现看出来 他有的时候 长球你像当中有一脚 他其实那个动作变形 你说像滑水像滑玻璃一样 他也是心态急 到道理的时候 这个球应该是他这种职业 不会不会 不会划出这样的忌惮 就是他有一个球 就是自己带着带就带丢了 帮拉帮拉帮拉 这个球就没了 就被人家拿去了 这也是心态 也是个心态 因为当时是一比二落后 他心态也想尽快扳平 如果我举个例子 我们如果天天在硬式上面 跟佩雷拉吵 如果在微博上面 跟我们的球员也闹 然后在俱乐部 一天到晚给俱乐部去搞 那给他们也是这种 无形的压力 对不对 这是谁啊 来自陌生的队伍 PK照片 没有没有 我们这个拒绝 这个是网站上 那个其他祖国 对吧 所以也有可能 就是说造成我们这个球员的 在场上发挥的不稳定 着急 所以我觉得我们球迷心态好 就把自己的预期 给他放得低一点 我觉得 反而会有一种精神 今年对我的心态又有提升 为什么提升 为什么 去年我们是很多比赛 是大比分的一些 对吧 就到最后都无所谓 肯定一样 今年你想对武汉 对那个 绝杀 绝杀 对吧 都绝杀 经过这两场以后 我的心态都平了 本来我对鲁能这场比赛 我觉得可能一比一 对吧 然后经过武汉的这场比赛以后 没事 我就觉得 就是 我们好像也有点强队的感觉了 就是以前老看到恒大绝杀人家 国安绝杀人家 对吧 为什么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老是能绝杀吗 因为心态放平了 对 像总有机会 对吧 就是你会发现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最后的这个十分钟里面 我们的进攻也好 我们的组织也好 不乱 不乱 虽然节奏很快 但是不乱 不慌 还是按照既定的打法 还是按照这个主教练的思路在运转 对 因为我看到 哪怕是到最后一分钟 17年的有的时候 有很多比赛落后的时候 就开始乱踢了 乱踢 特别像韦思豪 开大脚 像韦思豪上来 开始就搞了 搞了 把炒香木了 炒香木开大脚 感觉猫对了 如果我们17年最后一场比赛 猪血杯决赛能够正常的100%正常发挥水平 我相信不会 不会的 不会丢这个冠军的 就是心态 心态 就是心态 所以今年这个比赛 虽然可能我们离冠军的目标稍微远一点 但是我觉得倒是超预期了 超过我们本身的实力水平 可能我们的实力达不到冠军 但是我们现在的位排名也好 各方面也好 反而还不错 这个其实跟我们球队的心态 球迷心态都有很大的关系 希望我们能保持下去 把这个好的心态 保持到下半年 下半赛季 我哪怕就是跟你国安就吊着你 吊到你最后一轮 你哪管 哪怕你最后一轮 就是曼城立物浦 我就跟着你后面 你要么不犯错 你牛 但是你除了输给上场一场 你其他都赢 那么或者跟我们打拼 你其他弱队 对手全部搞定 那我也认了 那我也认了 对不对 但今年立物浦 97分还难亚军 平常年数 可科罗普心理已经多少次要准备了 97分 一年打97分还拿亚军 平时早就拿冠军了 对吧 像那个狐狸城那年的话 早就拿冠军了 对不对 就是我们就算 就是这种心态 我就丢了 就让你难受 就是像 有点像什么 就是长 就是短道速滑 你知道吧 根滑 根滑 你知道吧 因为你也吃不准 我什么时候要操你 你老实在就是防着我 你在前面的滑在 在前面呢 他也不专心 要分一部分心思来弄你 后面的 左看看又看看 冲上来的 我就一根筋 我就端住的往前滑 对 我就到最后一圈 一圈 一下子发力 而且这一操 你是永远操不回来 操不回来 对不对 我不知道这里 大家有没有这种 飙车的经验 就是在骑自行车 飙车 我不是说开 汽车 开车飙车 打简单处 老做小东西 小时候骑自行车 对吧 很喜欢跟人家飙车的 人家骑的快 我也骑的快 人家骑的慢 我也骑的慢 我就跟着你 对吧 但是我到我要 操你了 我刹一下就上去了 我把你操掉 你就再也追不回来 对吧 这个就是这种 这种心态 我觉得非常重要 最后拿不到冠军也好 哪怕拿个亚军 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你觉得呢 刘萨 我觉得他 这种心态 真的 别掉队 不要想一口气 追上国安 因为国安今年 给我感觉很稳定 对 有可能这场也赢不了 打平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我就破了你十连胜也可以 对 我就不相信你国安 能够 十一连胜 一直十一连胜 在我们 特别是这个 上海主题上 你要拿十一连胜 我跟你说 没这么容易 没这么容易 啊 没这么容易 大家还问三哥 今天到底来不来 我们待会看看 三哥有没有时间 好吗 打篮球 压少翻版 你这个NBA看多了 最近季后赛 冬决西决 打得比较厉害 冬决西决 现在是什么情况 你简单想一想 东部是谁 是那个猛龙打熊鹿 几比几 好像是1比0 明天好像应该打第二轮 那么西部呢 西部是勇士打开头者 已经是2比0了 马上要打那个总决赛了 我其实 我其实很多年没看NBA了 但是我觉得总决赛 我最喜欢看的那一人NBA 是费城七六轮 打那个洛杉矶狐人队 爱富城单挑 柯比和奥尼尔 那个是我心中一代 我看的时候 还是乔丹时代 乔丹和那个胡人 爵士也有 胡人也有 对不对 那个时代 勇士堂呀 勇士堂 这个篮球我不谈 今年国安今年 我们也分析一下 国安好不好 我们也分析一下国安 因为毕竟下一场联赛 就要打国安了嘛 对不对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国安 对不对 你觉得这样一个对手 国安他的弱点到底在哪里 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大家一起讨论啊 就是说 大家一起来找办法 就是说 大家认为 国安的弱点在哪里 老实讲一点 今年的国安弱点蛮小的 但是他们好像打亚冠 输了给全北都输了 而且还输给那个什么 还输给那个 吴里南是吧 吴里南好像两方 没说 是输给普和 普和没订 对 大家一起来帮忙找找原因吧 就是说 我觉得 之前 先让小刘来讲 大家也可以留言 就是有点问题 但是他今年引进了韩国的那个叫金明灾 这个后卫就有点像我们2017年的那个叫 2016年那个叫什么 我们这边叫 金什么 我们这边有个金什么 金什么叫 我们有个外源 外源14号 我们有个外源叫金什么的 14号 就是跟卡瓦略那年一起过来的 叫金 金带龙 不是金什么龙 不是金 不是金什么龙 金周龙 金周龙 我还是可以有点印象 对对对 这个韩国几个 几个那个中卫 你觉得这个中卫补强对他很重要 对他补强 但是这个中卫 我说实话 他打联赛的话 他不能上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张玉宁回来以后 对他的支点作用起到了 前场 有人拿球 他去年那个叫什么 走掉的一个叫 苏里亚诺对吧 他那个苏里亚诺的作用 没有那个张玉宁明显 他今年进攻有很多球 是张玉宁的明显 还有第三点 就是他中场的 有个 朴晨 朴晨和那个持中国 就是 今年是第二年的 更熟悉这个体系 发挥的更好了 还有 还有他那个李可 规划的 那个规划权 我不想说 他还有一个红游泳 我暂时不想说 那个规划 还有他这个守门员 周德海也是捡到宝了 宝捡多了 对吧 周德海好像比郭全博更稳定 多种因素吧 我觉得这个周德海 然后上一场呢 我觉得就是说 不是今天啊 就上一场打那个深圳 居然深圳会放弃 这个蛮牛的 让深圳不上阻力 外员都不是 两个外员都不上 这个是有点 放水放的太厉害 深圳有点啊 对不对啊 就是有点像当年 替恒大老师投降一样 人家看到 胡安八连胜了 都怕了 怕了 直接九连胜送了 今天天海也是的 直接送了 对不对 也扛不住啊 我们这个独协 这个心态不太好 不能看到强队就说 在人家英国英超 对吧 再差的对 不是 是这样的 你强队对吧 越强 你越强 我越有这个挑战 对不对 你要强 你要从我身上跨过去 就是 而且赢了强队 我觉得很有面子 对 对不对 我们这里是看到 强队就主动投降 这个心态不好 这个有点汉奸心态 那么不是 现在关键问题 我们不讲国安好的方面 我们现在要找国安的毛病 就是说从哪个突破口 或者说他阵性上面 有什么毛病 或者他的球员上面 有什么漏洞 弱点 我就是因为觉得 今年的漏洞 少难找 所以我才 那么这样 我们让球迷朋友们 一起帮我们找找 国安的弱点在哪里 大家可以留言 好不好 我也去方便一下 我也去方便一下 你跟大家聊一聊 先让大家留言 你边吃冰伤 先让大家留言 我就上个测 修宪哥哥哥哥哥 刚才查门 狭路消风永所测 你这个是亮剑精神 这个电视剧 还没开始 开始放过 李云龙 他们左边 左边有什么问题 巴坎布是落地 巴坎布好像是一个落地 你说的不错 但是那个奥古斯托怎么破 比埃拉怎么破 怕高位逼强 通常设置防线 把比埃拉压回通常 这球 那就是像对付我们奥斯卡 一样的方法了 让他远离核心区域了 很多人都说高位逼强 我们等翔哥回来看看 跟高位逼强怎么破 七哥 把比埃拉压和 阿古斯托之继 连续 说的挺容易 什么断法呢 国安后场突球不行 那我这个承认着 我个人认为啊 他们那个叫什么 有个叫李磊的后卫 好像受伤了 之前没受伤 好像也一般 但是今年他们那个金鸣灾 能上联赛吧 能上联赛吧 他水平不错 好 翔哥回来了啊 没事没事 我去上个厕所 那你去你去 那我们去翔哥回来 大家怎么样 有没有给我们那个 找了点毛病啊 高位逼强 高位逼强 对国安 高位逼强有用吗 我看看啊 高位逼强 降低国安的传球成功率 看到我们上岗怕了 因为我们超级杯 赢过他们是吧 心里有优势是吧 高位逼强 千万别逼强 到底要不要逼强 逼后卫 不讲中场 碎片化比赛 靠体力 学拳北 拳北是怎么样 用头球砸吗 拳北是怎么 怎么能那么轻松的 把那个国安搞定啊 我都没想通 他们是怎么赢的 绝对不能高位逼强 逼强下半场 体能就崩了 拳北是高位逼强 打防反 三后卫 没法高位逼强 那么就是说 要辩证了 就是说 如果要高位逼强的话 就要改变三后卫的打法 而且要让对手出乎意料 就是说他们可能认为 我们是一直用三后卫 然后突然我们 就是在跟他比赛的时候 辩证 放手一搏嘛 反正 就算踢不过嘛 对不对 那么就搏一下 这也是个办法 辩证 辩证以后 打高位逼强 还是辩到拳的那种打法 在福士德说了 辩证不行 那还是要打三后卫 放弃传控 还是放弃传控 打反击 就是回到这个习惯的套路 这里有球迷说了 还是打反击 猥琐打法 猥琐留 就有手在后面 猥琐留 他躲在后面的话 不攻出去 只有抽击啊 密集中路 密集中路行不行 过来点 球迷想了很多办法 上身体 碎片化比赛 这个有点像学大脸了 这个不行太难看 这都被人家踢不出来的 他不会背头 米子 你没有用我 我要打 我要打高较力 我觉得我这不懂 连着佩雷拉是冠军教练 对不对 就算我们输也要输得漂亮 漂亮 做不出这种很安三的事情的 参赏速度太快 奥斯卡 断比埃拉 浩克抢奥古斯 那我跟你说 奥斯卡弄了弄比赛 胡斯德给我们想了个办法 就是把国安当穿起来打 不一样 上岗身体不舒服 不要像大连那样 我跟你 我刚刚就想说 如果拿奥斯卡 去拼掉比赛 奥斯卡进攻的时候 比赛来王仪 然后 比赛来进攻奥斯卡的王仪 等于是自损800 上帝一圈 自己也没好处 对子对掉了 对子对掉了 对对对 上岗对不起 对 上岗东场没有其他人 只有一个奥斯卡 对 我想 我想 不像那个 国安东场 还有那个 吃中国和朴晨 上岗其实缺 帮他分的 我觉得这场比赛 除了技术的上面 还有 有运气 一个运气 还有一个心态 就国安 他的心态是什么 你要了解 摸透 他的宝兵 真的是想拿一分 而且 他是想全撤 对 而且国安跟我们一样 他在5月21号 也有一场亚冠 他这个亚冠 难度要比我们大多了 他是客场踢普和 对啊 你要知道 日本踢完了再回 日本最厉害的主场 是哪一个 全日本最厉害的 就是普和 这个主场 叫 奇遇2002 世界杯足球场 不是 不是赤城 我们去年听的是 鹿早 鹿早 不是赤城 对吧 这个球场是非常疯狂的 其余是那个世界杯 当年 02年世界杯的主办 他的 对主队是有加成的 所以 而且呢 国安现在是个 非常不利的一个排名 对 他如果一旦 没有守住的话 可能就是 拜拜了 所以他这场比赛 5月21号 这场比赛 他肯定会 拼尽全力 就是使出浑身的解数 要在客场 对方的嘴巴里 抢分数下来 而且如果是0比0的话 还不行 0比0 精神球 他是比 那个 普和要少 然后 他主场是0比0 他如果客场的话 要至少要1比1 那 有可能出现 但是如果是 输球或者0比0 他还是淘汰 所以他会拼尽全身的解数 在这场比赛里面 那么 普和的话 他会怎么办 他主场肯定不会像客场这样 死守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很有看点 很有看点 然后呢 也是非常激烈 比赛会非常激烈 他是哪个时间 是跟我们同一天 对 跟我们同一天 5月21号 但是可能比我们晚一点 晚一点 我们是6点 同时开赛 他可能是7点 或者8点 所以 这场比赛的话 就是可能对他的消耗 会非常大 非常大 我们看到 就是当国安和 替完亚冠以后 他们都有个疲劳期 我觉得会对25 26号这个联赛 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26号联赛 我觉得 可能会有伤病 也可能会有 因为大家之前都拼了一个亚冠 我们也要拼 但我们现在就比他拼了好一点 可能审播比较尔底 国安品 可能成本 国安呢 我就说 那国安放亚冠 也不是不可以 放弃亚冠 但是你要知道 这场比赛的对手是谁 是日本球队 这个不是说 你想放就能放的 你知道吗 跟国的国家 这个是很大的压力 你输给韩国 没关系 没事 你输给澳大利亚 也没事 唯独你是不能输日本 知道吗 这个是 对于政治一楼 对于我们首都的这样子球队来讲 你在日本 我们上岗都没有输日本 同志们 要记住 今年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建国七十周年 建国七十周年 这个中心 不要说三哥有的时候 说政治没有影响 很大的影响 三哥说的 有影响 政治有影响 国安肯定会倾朝而出 因为这个时候 已经不仅是你代表俱乐部了 你代表的是中国 这都是已经是国家 而且你又是北京 首都 对吧 你想想看 你一个北京的球队 就像我举个例子 我巴黎 大巴黎 我跑到你那个 那个德国 我认输吗 德法 德法之间本来就有矛盾了 在很多那个国外啊 这个世界上的媒体啊 你说到中国第一个城市 想到的不是上海 想到的不是广州 第一个肯定是北京 对对对 这个政治影响 首都嘛 太大 首都嘛 这个影响大了 影响大了 我们为什么接见员说什么 都要安排在北京 也是有道理的 对不对 这个是政治中心 所以 这个球 我觉得国安是 无论如何不能说什么 我就投降了 就算我淘汰 我也不能输给你日本 懂吗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 哪怕打拼 我也不能输给你 所以他们会 想尽一切办法 这场比赛要 拼死 拼死 拼命 这个 18年 还是17年 17年好像生花再不济 跟路导的两场 主客场 都没输 都没输 对吧 他那么烂了 都没输 你别 别说是 关了 对不对 这个 你这个 人要脸呢 输小皮 对不对 你这个回来 要被骂死的 你为了 你为了一个 你为了保联赛的冠军 你就放小日本了 那也说不过去 我们上岗都没有放川崎 你有什么资格放路的 放普和 而且 普和是一个 这么这么 很妖的 右翼性质很强的 这样一个救队 非常右的 极右的 应该是 很右的 那个那次剧远 真的朋友 放给我一个 东西叫 说在日本的一些 就是其余的 那个旅店里面 放了一些 就是污蔑 我们中国的一些 资料 真的 他们 普和那边的人 这么这么幼的 极右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那场比赛 我觉得 他那个地方 应该是叫 奇遇 对吧 奇遇 对 没错 对对对 奇遇线 所以那边的人 比较极端嘛 那边球迷比较极端 反华的右翼势力 会比较多一点 对对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还是 还是要 认识到 就是说这场比赛 可能国安会遇到 很大的麻烦 然后他们 有可能也会出现 但是他们会付出 很大的代价 对吧 很大的代价 体验跟一个 健康 健康 有可能 对对对 如果觉得 拼过来 有可能 其类的方面 有可能 有可能 所以我们上岗 其实在 这样对比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 主场 又是主场之力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 机会 只能说是有机会 不能说绝对把握 只能说是 有一定的机会 那么 关键看什么 我就说了 还是看心态 实际 国安那场比赛 接下来 他上了两个 核心的外援 那个风向 就找向我们了 因为现在呢 我们恰恰是和17年 相反的 因为我们是 未免冠军 你知道吗 国安是要 抢这个冠军 就像17年一样的 我们是千方百计 要夺冠 这段反而给自己 很大的压力 那么国安也可能会 背上这种压力 而且他失恋胜了 他要保住 要千方百计 保住这个胜利 那么你一旦有 保的思想 你在场上 就有可能会放不开 可能会动作变形 可能会有心态的变化 就急躁 知道吗 那么反过头来 我们现在是 多优马斯 我们反正是未免 而且我们心态又好 我们拿不到也没关系 对不对 这样一来的话 反而可能我们发挥的 就会比对方好 然后再加上 主场之力 天时地利人和 再加上运气 再加上运气 那么可能我们就 有可能啊 有机会去战胜对手 所以我想我们 这场比赛 我们刚刚也 朋友们想了很多办法 怎么去阻止国安 怎么去破他这个阵型 那么我觉得 最后一点啊 这些都是教练 球员去考虑的 我们球迷来讲就是 5月26号 这天 全部到8万人来 为球队加油 呐喊 你平时没空来 没关系 但是26号这场你是必须来 是今年最重要的一场 天王山决战 就算拿不到冠军 我们主场也战胜过你了 就OK了 对吧 你冠军是冠军 但是我赢过你了 就像去年是能唐僧的球迷 那个降级了 人家降级了 但是能够赢过冠军了 唐僧的那个会长 对着我们总是有些 小小的冷笑 我们去年赢了冠军 唐僧在降级了 他的心态很好 心态很好 对对对 当然我 小飞你看到过 年会上 看到 看到了 就是那个拿到最佳 最受欢迎球迷奖的 你在海南 我在台上 我在观众席 我没跟他直接交流 就是长春的那个 球迷协会的会 学院 对对对 那个其实长春球迷还可以 还可以 对对对 一哈洛其实也蛮好 我女儿不是还跟他牵过手吗 然后就没牵过球了 然后就降级了 然后就降级了 那么都是拜你们 都拜你女儿 走了 那个摸了一下以后 他就不进球了 我女儿跟他牵完手以后 他们就降级了 你知道吗 就没赢过球后来 那今年得比的时候 希望你女儿去牵他一下 那不一定牵得到 快运气快运气 狭路队 狭路降风 勇者胜 他这个有点亮剑的味道 亮剑 那今天我觉得蛮好 今天这个结果 就是我们球员既得到了轮换 又得到了那个 一球三分 我很满意 对吧 一球三分是最实惠的 最实惠 最少为 没有必要像去年这样五个六个 对不对 把他脚弓了 三个月要弓了 八个了 替着人没朋友了 四仇了 就是大脸是吧 你想我们你看 为什么国安哥生花 那么长时间 九笔 九个了 九个了 这种在中初 中初假一年 历史上没有的 往人家往持对去 这种梁子结得太深了 三个是这种口气 八个了 八个了 太多了 太多 三个那个时候太多了 对对 毛瞪接下来了 对对 对对 可知 可知 这些过头干了 这个有道理 我觉得 一比零狗 狗了 四仇了 对吧 对吧 你应该比老子 当你走老子 你应该 多了 后面受伤的是自己 人家心态坏了 人家就放残你了 对对对 就像我跟人家 踢足球比赛一样的 对过一个实况高手 踢我六个 我到后面最后 十五分钟 我就要把你的 莫雷诺铲下去 我就要把你的 那个伊哈诺铲下去 我居然吃红台 这心态就是这样的 对吧 心态坏了 心态坏了 三哥精髓 所以我们 我们上岗 我们也要吸取教训 对吧 我们就一个头来 三哥这句话叫 得劳人处 且劳人 不要再多了 三哥是那个口气 得劳人处 且劳人 不要再多了 三哥 三哥怎么还在高速上面 还没到 三哥今天 我不是 我这个不是 他这个高速有点 开了时间太长了 可能 开了两个小时还没到 可能在服务区睡着了 不可能 不可能 三哥快点来 我们大家都想念你 非常希望你早点能来 三哥以后不在 我就套个三哥的头套 模仿一下 毛毛雨说的 三哥我最不喜欢 他黑 这个我们在很早之前 刚刚已经聊过了 已经聊过了 开播的时候就聊过了 三哥不仅不喜欢 今天大悟 那有可能堵在路上 起雾了 那注意安全 慢点看 实在不行走地面 对吧 我们不要为了今天一场直播 到时候 这个出事故 爱酒越喷越干 越喷越香 真香 真香 你们再喷爱酒 爱酒带雨三哥较劲 真香 真香 我们做成三哥 啪啪啪 最好那个爱酒 喷一次进一次 三哥说他 而且他基本都是关键球 三哥说他今年 只能进什么三分之一的 现在已经超过三分之一了 现在已经六个七个来 18个以上了 我估计进十五个 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应该没问题 对吧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还要不要换 真的 像他这种状态 还要不要换 这又是个纠结的问题了 他现在一直进的 不代表他下半年 休一休又 那么你换一个 你确保能及差 也不可能 对吧 说过了 像孙金 没吸C罗这种轮 第一年 到其他球队 也没有发挥很好 对啊 所以说用熟不用生 我还是这个观念 毕竟浩克 奥斯卡跟艾尔克森 他们已经熟练 那么久配合了 而且他合同 也就剩半年了 我就讲一句 小刘 他合同也 就是说就算他不续约的话 也就半年了 到2020年两月份 对吧 那么你有必要 你说非要这半年 就不让他踢吗 这里补充个料 我们有三个外约 是到2020年的两月份 结束合同的 艾哈 艾哈 小熊 奥斯卡 奥斯卡是到2020年 奥克 奥克肯定续约的 奥克肯定续约的 所以真没必要 我就说夏季 真没必要 把小熊换了 那么其他人也没换的必要 三个 其他三个也不用换 那么你外约还要换吗 我有 我有一个伟大的想法 什么想法 把小熊规划了 再找一个 你这个想法 很多球 都是说把小熊规划 但是程序员 已经把制裁门关上了 程序员关上了 可以让张明想想办法 不可能上机 等他退休了以后 好吧 张总不好意思 这个建议不太好 你退休了 他合同也到期了 不要搞了好了 你等程总退休了 不是合同也到了 也到了 到期了再搞 那就是明年的事情 明年先租一年 张法方是多样的吧 先租一年 租这一年可以吧 这个到时候 这个是我们 到赛结束 12月份我们在讨论的 现在我觉得 就是不要让小熊 有什么 就是疏离感 压力压力 不是 不要让他觉得 你们都不喜欢我了 都不需要我了 那我就自暴自弃了 你知道吗 那就不会的 因为他 我说实话 最后半年年薪也没多少 没多少呀 他少拿也少拿不了多少 他不提比赛 少拿点奖金也无所谓 你真的把他搞毛了 小熊就往地上一摊 老别贴 老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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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昌海洋世界 海昌海洋世界 欢乐骨 第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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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啥地方好不想吗 上海 欢乐骨 欢乐骨 可以 可以的吧 对对对 最后单单能去吃 有烤肉 巴西烤肉 巴西烤肉 巴西烤肉那边 学会普通什么打架码 什么都得行 都可以的 巴西 普通 还有夜场也可以去玩的 夜场 就跟浩克 在一起 一正话 你这一个女朋友 可以带女朋友出去玩 一个女朋友 好像是凶亚 凶亚的你 是吧 就当他跟浩克 富鸡没好 富鸡没好 富鸡可以 我给他好薄给留 因为我有榜 开酒吧 尽量 小熊 跟个凶亚里 跟着女人 一起 不叫姑 跟我们说 没有固定的男女朋友关系 有可能了 不是那个临时的 有可能 你不规划放走了 别的球队 马上抢来 起来规划 野兽在为止 特斯香 这个叫特斯香 特斯香 特斯香 哈姆希克 所以我们球迷 一定要注意分寸 也不能把人家逼急了 对吧 哪有个回忆 有吗 有吗 带我往事往 非诚 非诚 拿古军的鼓了 无二无数为了 艾尔克森 去年底 你知道吗 我们拿冠军的头 他举了这个手势 四个 什么叫 这个什么意思 拿了第四个 艾尔克森 不是第一次拿 人家拿了四个中超冠冠 无所谓的 亚冠也拿过来 你跟他玩这一套 人家不在乎 对不对 人家现在在上海 真的是因为开心 他只是有朋友 比如说 浩克 奥斯卡 巴西邦 平时可以出去玩玩 或者比赛的时候 大家交流也没有障碍 然后这个主教练 又是葡萄牙人 讲的也是葡萄牙语 对不对 你真的把人家搞毛了 人家就不踢了 那你 现在这种状态下 你再去买 要花大奖金钱买的话 我们找这种葡萄牙教练 和巴西的 不是 你按照五百欧元的标准 你要去买到小熊 这样级别的 也买不到 不可能做梦 不可能 买不到 淘宝能逃得到吗 我又模仿三哥了 可不可能 三哥这样 三哥眼睛一闭 不可能 但是声音肯定是这样 不可能 不可能 这样的 人家看你模仿笑死了 今天是三哥模仿秀 我们小刘 一定给大家带来的三哥模仿秀 虽然三哥还没有出现 但是我们小刘 模仿的文雕微笑 我已经学到了他的精髓了 下来了 如果大家没有看视频的话 如果人家没有看视频的话 还真的以为三哥在直播 三哥在你后面 三哥伴我左右 三哥伴我左右 三哥伴你到今天 知道为什么 我会学三哥比较像者 一方面是翔哥直播 我一直看三哥 还有一方面 三哥吃完火锅以后 一直送我回去 一路上 一路上跟我讲话的表情 神态 你都记录下来 一路有我的眼帘 听到脑子里 他吃完火锅 每次都送你回去的 因为顺路 他蛮好的 顺路 三哥还是一个蛮热心的 一个中年的暖男 因为他没喝酒 我喝酒 没想到三哥还是个暖男 怪不得 怪不得那么多女孩子 都喜欢三哥 可惜他结婚了 对不对 结婚不妨碍别人喜欢他 这个道理是这样的 对不对 就像吴磊结婚了 吴磊也结婚了 吴磊还有小孩了 对吧 吴磊两个小孩 那么多女球迷 喜欢吴磊 这个不妨碍 不仅喜欢吴磊 喜欢鱼海 喜欢老蔡的也很多 对啊 所以三哥结婚 三哥结婚不结婚 没关系 老蔡的老婆漂亮吧 空姐这么多 还有多少人喜欢他 对啊 所以三哥结婚不结婚 不妨碍 广大的女球迷 喜欢他 对不对 你跟这个小方 逼跑 三哥干啥 我们接下去 这段时间 应该聊聊隔壁了吧 因为你刚刚说 要给我们报个小料 就是说你上次 去年12月份 我们打那个U23联赛的时候 你还碰到了 碰到了 玉之飞 也是生化的前总经理 前总经理 也是最后一位 取得过很高成就的 95年的上海 唯一的一个 哪一冠军 现在先给大家说一下 玉总呢 现在是这样一个生活规律 他出来了是吧 放出来了 放出来两年多了 刚刚出来两年多 那么也就是 17年放出来 他现在应该是 61岁左右 已经老子也退休了 退休了 退休了 他现在主要的生活呢 就是平时呢 我来 你说 早上起来吃个早饭 他是跟他岳父岳母 住在黄埔区某一个角落 正好在我那个辖区里 我不能多说 这个隐私要保护一下 他住在黄埔区 跟岳父岳母住在一起 住在一起 然后现在养了一只 白色的贵宾 他跟根宝一样的 也养了一只白色的贵宾 根宝也喜欢贵宾 早上呢 就是 起床吃早饭 买点早饭 给他岳母敷岳母 人家就比较辣 然后买买菜 他也跟吴小慧一样 也买买菜 买买菜 自己买菜 自己买菜 去那个菜市场买买菜 但是生活很平淡的 生活很平淡 就是很普通的 然后中午呢 可能吃完午饭 12点 1点 5岁 睡了一两个小时 到下午 三四点钟左右来 就每天 沿着 人民广场地区附近 溜溜他的那个贵宾 溜贵宾 如果没有像上次 他上次这个比赛呢 正好是 一个体育局 正好不是在南京西路吗 搞一个活动 搞个活动 就邀请他 他去一起看一下 我呢 也是那个辖区里面 人家也跟我熟 就我也是去一起看看 他就看了那场 U23对决赛 就是武汉武汉 上海上港 U23对绿地 深化U23 他现在基本上 对足球就不多 出什么评价 就是一个路人甲的心态 路人甲 路人乙 路人乙 因为他已经 你现在对这个 预知飞的生活的 这个规律 还是摸得很透的吗 掌握得很 掌握得很到位 因为每天 他都在那个 每天都是 他就每天的 固定的点位 他那个狗 他的生活很有规律 很有规律 对 而且育总现在的 心态很平和 人也发福了不少 就是 就是没有瘦 也没有 在里面 还是养得蛮好的 不 应该出来以后 他就是心态平和以后 去吃吃吃都乐 捆都乐 心态那么好 心态那么好 他就比原来看上去 要胖个二三十斤 我第一次 看到他在那边 遛狗的时候 我不确认他 然后 然后我 确得不太像 有点胖 然后我自己主动上前 跟他打个招呼 握我手 我说您是 郁知飞郁总 我小时候很崇拜你的 然后他 他就笑笑 他应该这两个耳朵 还是很有特色的 两个耳朵很有浮像 有点像佛尔 是不是 都说的是名人 我说到郁知飞 人家说叶慧贤 今天也在红口 叶慧贤也去红口 叶慧贤跟那个 郁知飞是很好的朋友 当年他们做过一档节目 关于圣化 然后这档节目的 后来主持人是唐蒙 后来改名字了 原来的制片人 是那个叶慧贤老师 叶慧贤老师 就是叫 唐蒙四点 唐AO 唐蒙四点 那个时候就唐蒙四点 唐蒙四点 唐AO四点 说到唐蒙 好像他最近几场的 那个解说都没出来了 是不是被隔壁气了 有点身体不好 但我不知道了 因为南京西路也是你的辖区 你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唐AO先生的 最近身体状况 那个体育频道的系统 好像一般不在南京西路 不在那里录 好像在东方路 在那边录 好的 我们继续讲 继续讲 我为什么知道 他在东方路那个地方录来 就有一次 我去那边参加一个活动 看到那个时候的是欧冠 半夜里三四点钟 是唐蒙楼一层结束的 他们早上六点多下班 这么早 不对 三点多的比赛结束 不是正好六点多 然后他们就出来 他们就出来 后来他们说 我们这个比赛都不在 那个渭海路 说的 南京西路那个地方说的 都是在东方路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说的 那么你继续讲 郁之飞的故事 就是说那天 看U23的比赛的时候 郁之飞 他平时是不评论的 路人甲 那么他当时是 你说了点什么呢 有没有透露一些 他自己内心 对现在的两个球队的想法 因为我觉得 从他的角度 应该是一个 比较客观中立的角度 因为他也不代表 现在的绿地 他也不代表上岗集团 他只是一个 以前的老生花的 一个经理人 职业 应该说中国足球历史上 第一个职业经理人 也是和我们尊重 尊敬的跟宝老帅 有过很好的合作的 这样一个 他对现在 生花整体的评价 就是笑而不语 但是他对上岗的评价很高 他现在对生花 就不评价了 不评价 笑而不语 这个内涵很深刻 就是也不说他好 也不说他不好 他就是微微一笑 你这样模仿一下 当时 就这个表情 就你这个 当时预知飞就这样的 就是这样 皮笑肉不笑 就这样 微微 也不说好 对 这样 就有点像冷面滑稽的那种感觉 就有点像那个 叫 周百孙 不不不 不是那种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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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有 这种 独陆 独陆关的 大陆 独陆关的 独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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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笑 老年就像独陆 独陆 他是就是微微一笑 也不说 也不说话 但他觉得现在上岗踢的很不错 他觉得上岗 那么去年那个时候 上岗已经夺冠了 对 他现在反而觉得上岗 哎呦 我想这么 这么有地位的啊 这么对上海足球贡献那么大的 我们暂且不说他后面的那些事情啊 他 他对上海足球也付出巨大贡献 这样一个标志性人物 居然也会 对上岗有那么高的评价 那确实是说明上岗在某些方面确实是 确实已经可能领先一步 领先一步 马上六七月份了 大家有空可以去关注一下 上岗有一个清训 是叫什么 上岗杯是吧 去年是在国经中心 对 那个蔡惠刚和延峻林都去了 都去了 都去了 你应该关注清训的也会看 对对对 全国各地的这种 小球员 不仅是小球员的 不仅是小球员的比赛 那个教练员也有综合的那个考试 培训 培训 教练资格证的审聘 上岗对这个清训管理就很严格 很有体系 很有体系的 他不是光培训你一些球员 他还培训你的教练员 他培训你的教练 提高小球员的教练员的水平 他是从提高教练水平来提高你球员水平 不仅仅是招生 不仅仅是选拔球员 他这个做的有点比较 造学功能的培育 我觉得这倒是 因为平时的训练都是靠这些 其实是靠这些清训教练 清训教练 就是基层的这些教练的培训 对对对 这个就做的到位了 这个就做的到位了 那么那天的比赛 就是说我们U23这两个队的比赛 后来他看完了吗 他看到2比1 3比1的时候 可能就 就是我们后来 补师领先了 他没有看完全部 那么他对这个 这个两个队有没有什么点评呢 就是U23也没有 U23他也就是觉得看得好玩 年轻人 杀回周庭 就是挺那种官方的发言 他也不是说 就是对这些U23的小朋友 他们觉得也是 主要还是段落为主 也不是这个锦标 其实不是很重要 冠军不是很重要 在那个育种那个阶段 那个年段 并没有很强调 现在什么U21 U23 U17 U19 这种 因为那个时候谢辉也好 吴承英也好 那个叫叫叫 齐鸿 齐鸿也好 都是小朋友 18 19 20 都是 都本来就是U23 在这种的概念里 并没有这么清楚的 这种什么U23 U21 他们那个年代 没有经历过这种 对 他们就是反正年轻 几个人提拔上来 他们也没有 就是我记得当时 有一段时间是规定 要上U21 后来余海 你记得吗 那个时候 中国甲义联赛 规定每个球队 要上一个U21 后来余海 当时就是一直上去的 那个时候不是甲义的 那个时候已经是中超了 甲义甲义甲义 甲义那是最后几年 就是深圳拿冠军的那一 反正那个时候 我记得有几年 是规定要上 也是要上这个小朋友 结果就上去就下来 就上一上就下来 也是这样的 那个时候 所以你觉得就是 于智卉 他可能就是 他看着比较淡 淡 他已经 我觉得用八个字 来形容他 叫淡泊名利 宁静致远 就远离城市 远离城市 他现在就是过着 普通的生活 就是采菊东一下 悠然见南山 差不多就这种感觉 因为我经常能在 他遛狗的地方 看到他 然后我们有几个年纪 比较大的老师傅 也是非常的 他没有认出他 问我是不是他 因为我之前不是跟他 合过瘾 讲过话了 就我已经跟他 在一个地区 不只是一次碰到 因为你 你一直在那边巡视 我也在那边巡视 然后有的时候 我是骑着电瓶车 巡视 看到他 骑着自行车 有的时候 我是自己徒步 就遇到他好几次 后来我就跟他 简单介绍一下 我是在他附近工作的 留了个联系方式 你还有他联系方式的 这个是次能不能公布 那肯定不能说出来 这个要打扰人家 宁静的生活 人家好不容易安静两年 过两天 绿地生花球迷 要把他弄出来了 这好像已经有人在说了 要预知 要自于自卫回来 不是要绿地滚蛋吗 对问题是 他已经六十几岁 他怎么在做总经理 人家没有这个心态想做 对对对 因为当时 我问过他一个小问题 因为我们关系比较好 我已经跟他比较熟了 问什么问题 我就说 你后来为什么生花不做 去做那个F1赛车场 他就说 其实那个时候足球 他们都知道很黑 他跟根宝 其实都知道 内部很黑的 所以他不想烫这个浑水 对 玉智飞其实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心里其实也是一个 挺阳光的 挺阳光挺纯净的人 对对对 他跟根宝亚洲之神 也能坐在一起 他那个时代 可能在他那个时代的 那个足球 真的是蛮蛮好 就是02年之前 对吧 真的是蛮蛮好 所以也蛮可惜 我也觉得蛮惋惜的 那个是我们还小 不懂人情事故 包括你想生思 棋红 将军 你说他们真的是 想去踢甲球吗 真的是为了这几十万的钱 这个事情 很多东西 有公论吧 我们这个不能多说 很多东西 对吧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面 可能你不做坏人 人家就把你当傻逼 你就 你就 进不了这个圈子 你就生存不下去 要进入这个圈子 因为都是黑的 提尾 足鞋 里面 你想这个足鞋的主席都黑的 怎么南勇 谢阿龙 南勇 再南也勇 还记得这个笑话 谢阿龙又龙又雅 又雅又龙 对吧 人家都说了嘛 就连这个足鞋的 后来还叫了一个搞翻船的 韦迪 对吧 戴眼镜的 就是从上到下 都是这样的 你怎么办 你包括财委会的主任 包括 南勇 杨一鸣 杨一鸣 一吹堵的 这也走错 这也脸光了 我的酒鱼之 只为那个 其子 对不对 真的是 包括鲁能 我要讲了 鲁能为了鲁能夺冠 你看关照鲁能夺冠 拿了多少钱 鲁能给了多少好处 所以说鲁能球迷 你说你们的冠军这个事情 当时怎么没剥夺 我这奇怪了 为什么绿地生花 生花那个 我就搞不懂了 为什么绿地生花 这个冠军要复六 冠军也 我山东鲁能这么多猫腻的事情 一个都没拿 一个都没有 因为伟敌是山东人 也有可能吧 这我瞎说 我瞎说 不仅是 好像县亚 县亚龙 南勇 杨一鸣 好像都有几个山东的 现在干净了 现在 现在 现在就刮田里下 为什么 因为国家队的主教练 居然是 俱乐部买单了 不不不 现在只能用 不是说干净不干净 现在有种叫默契 有种叫潜规则 潜在下面的规则 你不能说它违法 它只是潜在下面的规则 而且它是 邪天子以令诸侯 借着国家利益的名义 然后为自己捞好处 所以说我们这国家 对水平怎么上去 世界杯 2021年 建党100周年 跟伯亚说过了 李皮 来了又走 走了又来 我现在真的是对2021年 这个世界杯预选赛 悲观了 悲观了 到底有没有希望 我们党100周年 到底能不能冲进去 习大大要完成的目标 我们每个人都想实现 进一次世界杯 进一次世界杯 主办一次世界杯 拿一个世界杯冠军 拿一个世界杯冠军 这个还有点遥远 这三大目标 女主要 男主 对反正是三大目标 对不对 我们首先第一步要进一次世界杯 虽然日韩进过了 但是我们卡塔尔也是亚洲办的 也要进一次 是不是 难 这个难了 下次在济南干俘虏呢 可以 我们一起去 三东我肯定要去 济南奥提中心 西部很远的场所 都准备点钱 回来连打地都叫不到 济南那个我肯定会去 肯定会去 这个必须要去 而且那天好像是中秋节 中秋节那就算了 我们打三东那天是中秋节 客场 你不是说跟你去了 每个人都发一个鲜肉月饼吗 对 要去了200个人 你发200个鲜肉月饼 我说话 我跟杨阳不一样 杨阳我说到做到 杨阳上次那个进了三个球 也没有车波 德比那次在虹口进了三个球 也没有车波 杨阳你再 我这句话 翔哥这句话放在这里 只要跟我去鲁能大球场远征的 杨阳三个球都没有车波 今天看时播的 只要跟我去鲁能大球场 中秋节晚上远征的 放弃和家人团圆的 我每个人送你们一个鲜肉月饼 每个人一个鲜肉月饼 把这个中广生 不是广生 鲜肉月饼 就是舒适的 里面有汤是有肉汁 对 我这句话给大家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 只要今天看直播的 跟我去鲁能大球场远征的 每个人送一个鲜肉月饼 也作为我个人的一点慰问 一点心意 对不对 我们不讲要复仇什么 要什么 小哥已经说了 对吧 对吧 我们不讲的茶水 我这里月饼 你那里有点茶 茶水 可是可以 打包都可以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 大家都跟我去 对不对 鲁能我们大球场见面 如果你觉得 小龙虎有点 小龙虎有点高档了 要三块 就因为小龙虎五指了吧 没五指 新亚门口的有马 三块 能够当 两半都要谁吃 我赢了 我这没人不拿着小龙虎 赢了没 我顶了港队 小龙虎又变成了 我都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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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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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虾月饼 这个又档次高了 香哥你有票吗 票有的 你们这样 你如果要去的话 要票的话 你给我 就是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你给我留言 因为你关注了我这个账号 叫上港球迷客栈 你就可以给我私信留言 然后我给你搞票子 好吧 你给我留言 给我联系 但是你前提要关注我们这个平台 然后东宏光 上港球迷客栈 一直播上面 叫上港球迷客栈 你关注一下 关注完以后 你如果 东宏光都干了一朝七元 拿不到票子的 你就给我微信 私信你提前说 你比如说你今天晚上说好 或者是八月份给我讲好 对 那么我到九月份去 那时候我就提前帮你 那我就帮你 好吧 好吧 这个不是问题 关键我们要去 你看今天 好像山东鲁能 又来了很多球迷 好像又有留百个 到那个绿地的 不比我们去的少 其中有三四百个人 就留在了上海 没回去 这么多 还有一两百个是 本地的 什么卖菜的 大学生 什么都来的 企业员工 企业员工 山东人 还是我觉得 蛮团结的 蛮团结的 对对对 虽然上一场 不好意思 你给我留言 我肯定会回的 因为我现在在直播 意大利的蓝天 对对对 好的 记住 意大利蓝天是什么队 意大利蓝天 意大利的 拉桥吗 意大利的蓝天 那么白哥下面一个 拉桥 有可能的 他有人说 一世清阳说 翔哥编上这位老 这位老菊 哪能称呼 老菊 怎么称呼 我很年轻 我姓 小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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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沙 或者大家叫刘沙 香港人的说法叫刘沙 你来射 你来射 我的两个射 你来射秘秘的射 刘沙 你来射 那我刚才罗伍做的 射秘秘的射 刘沙 为了阅影 我要去 对的 那个叫什么 镇南街小敏 对 你给我留言 镇南街小敏 你有我微信的话 直接留言 没有微信的话 给我这个 一直播上面 给我私信 加微信 加一直播上面 那个关注翔哥 好吧 对对 私信上 私信 不是 就是我们这节目的这个账号 上港球迷客栈 你给我 关注以后 可以给我私信点 可以给我说话的 小刘比三哥客观 没有没有 三哥讲的很好的 三哥是你的偶像 三哥是我偶像 不是我偶出的 你是模仿他 不是我偶出的对象 是我心中的偶像 你这个要 而且你专门模仿他 我现在以后准备 而且他还每次送你 送到家里 三哥还是蛮好的 三哥 三哥蛮好的 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观点 就是有点 就是出乎我们意料 三哥蛮跟我们聊的时候 比较正常 一旦有什么 节目上面 女球迷 一旦有什么 红衣大师 还有什么 名字不要报 不好意思 名字不要报 你就说女球迷就行了 女球迷就行了 然后呢 三哥就特别的亢奋 不是兴奋 是亢奋 好的 三哥来后会点一个烟 小六刚挖 我 我等下就 就跟一刚明明儿 就听 他又是这样 小六又 又搞玩物了 被又都搞玩物了 我等下 那这又连明明儿 都听到什么 年都苦了 年都苦 下期节目重点是讲明明 小刘和明明 完了完了 哎呀 年都 年都要 年都一开始 又刚刚 各种各样 贵金 刚才 老周 以前吧 他有一段 什么什么 那样的 传奇的 爱情故事 他很喜欢唱一首歌 你有没有关注他微信 他那个 最近唱一个 全民K歌里面 他说 网视 他喜欢唱一首歌 叫网视只能回味 很有声音 哦 他在我们节目里唱过 唱过了 对 对对对 给我们表演过 这首歌唱得很好 很好 而且很深情 很深情 唱了以后呢 他那个不能让他这个 喊完加油以后来唱 因为那个沙哑的声音啊 让人家想起了 悲愤的过 哈哈 要让他那个 就是声音正常的时候 上次来唱 上次来唱的 上次 节目里面唱过 唱的 哎呦 非常的深情 我觉得 简直是费玉清第二 费玉清第二 有点 费玉清就是那种 中年女性非常喜欢的 你知道 小哥 就是 我送你离开 千里之外 无恨黑白 我都归信我嘛 归信我上次 快就归婚 对 是不是 嗯 这种固定问题 啊 这小哥 怎么这抖金啊 可能 抖金 要脚吃了 啊 啊 对对对对 老 老正正中啊 老正中啊 老正中啊 对啊 嗯 所以 可能中年男性 都是这种感觉 啊 中年男性 而且他也比较理性 穿衬衫的时间 现在少了一点 好像都是穿球衣 球衣 对对对对 或者穿西班牙人 西班牙人 对对对 所以我有个问题啊 我上次送给他 西班牙人的围巾 他怎么围都不围 难道又是 太热了嘛 是不是展示 某个女球迷来 没有没有 没有啊 你确定啊 没有没有 太热了 太热了 那个是我上次 他要冬天 你这个是冬天围的 我那个西班牙人围巾 是正宗的托一个朋友 从巴塞罗那 那个就阿什么 哈登尔什么城的 那个训练基地旁边的 那个商店买来的 正品的 正版的 正版的 不是国内 不是国内 国内福建产的地摊货 同志玛 那你高档了 那我高档了给他 那结果呢 他还要跟我 送给他以后 他还要跟我说明明的事情 这个人真的是不好 今天他不在 我吐槽他 正好趁他不在 是吧 你今天吐槽到底了 往是往了 反正吐槽一句 和吐槽十句 结果是一样的 横竖横 结果是一样 往是往 今天我没干一撒 没说到 我还是比较 重肯回去的 他的那种 你今天重点是模仿秀 我今天重点是模仿秀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是哪个 曾经扎破了 会模仿他 而且我模仿了 还挺微妙微笑 是吧 对对 成哥马上开车 也要想想 费欲青了 成哥理性过程 不过这也没办法 偏那个就是 偏怎么说呢 就是偏唱筛 就不断的唱筛 不知道他这个唱筛 是为了展人品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展人品 我觉得他每次都要唱筛 特别唱筛 有些呢 球迷就觉得不舒服 他这个时候 他这种用金融方式 就是老是唱空 对 人家是唱长 他是唱空 他这种做空也能赚钱 对吧 有种东西叫 唱空股市 唱空股市 然后让你们都抛 抛 然后他接盘 他接盘 他这种失落 有点这个道理吧 对啊 先让你们抛 抛完了以后 他接盘 最后捞一把 捞一把 然后当你们都觉得 他是这样 他是每天唱赛 每天到着你们 这个股民傻户心态很差 你们都受不了了 肯定 不管是中期短期 还是长期来看 这个股股票的跌的 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对吧 而且是 没有希望的 而且是 而且是 一黑到底 下面是没有底部的 没有底部的 知道吧 没有底部的 那么这样的话呢 请你们都卖掉 卖掉 那么结果你干嘛 他那一句事情 有个股票 有个股票 他是为了进货之前 把你们 吸头摸 吸筹 吸筹嘛 这个有点水平啊 一般高手 都是这样炒股票的 对不对 像这个索罗斯 巴菲特 这个方式 是唱空你这个股票 唱空你这个股票 有道理 然后要 要那个 对绿地集团 这个股票呢 要多吹一吹 多吹一吹 让他们沉浸在 痴迷当中 哎呦 还能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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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现在 暂时调整 就有了高位 就不 对 现在绿地 这个股票 是暂时调整 暂时调整 知道吗 他总有一天 五年之内 他会翻身的 不是五年之内 一个月之内 两个月之内 马上要起来的 起来的 你 现在是 暂时调整 暂时调整 你看他的量 还是很大 他有量能的 还是有 机构持有的 机构还是很看好 还有绿地 这个大机构持的 有背景的 有国资背景的 这个股票上海概念股 进博会概念股 可以可以可以 房产概念股 绿地的前身不是房产 绿地前身是罗呼 是环卫 环卫概念股 生态概念股 生态概念股 如果冠名取消了 就是环卫功能 VS码头功能 德比的主题是这个 都是工人 比谁的拳头硬 那谁的哨把厉害 哨把肯定没有拳头硬 我们是吊车 但是哨把 那你肯定是吊车用 对吧 所以大家要长期的 要持有 绿地集团这个股票 长期持有 千万不能抛 不能抛 千万不能抛 这个意思 差不多这个意思 现在绿地是正确道路上 正在是暂时的调整 总的趋势是向上的 觉得相体构筑 底部正上 而且这个顶部 现在暂时看不到 顶部在哪里 顶部是看到了 顶部看到了 顶部就是8分 顶部在哪里 有可能30分40分 50分60分 它的顶部肯定要超过35的 它还有 那肯定 它肯定要 那肯定要 这相机可能要突破的 相机不到35 它就危险了 它就要震荡出底了 不会ST的 不会 ST肯定不会的 信号ST更加不可能 长期持有 大家记住 绿地集团 它今年的目标 高位在35到 大家就可以持有了 它要是35不到 就尴尬 不不不 不管35到不到 都要持有 一定要有突破 70大关的信心 70 它的上限可以看到80 去年我们也只有68 你不管呀 它的上限就看到80 我们上限去年只有68 对的 绿地股票就是上限看到80 你不要管它 就炒你知道吗 就炒 要拖住 这个赤啊 要拖住 千万不能松 千万不能松 不是 你这个不对了 29轮乘以 你不要算这么多 你跟股民讲什么29轮 你就告诉他 那个目标 目标位是80块钱 目标位是80块 冲步80块 说的吧 就 目标的一枪都冲到80块 对吧 有可能 有可能 还要增资 扩股 然后 六月份 中期 可能还有 还有要推出几个 大的项目 有可能要 海外收购 几个海外资产 资产自换 把一些老的资产 自换掉 把优质的资产 补充进来 有一个 政治扩股的 这样一个概念 从南美撤资 到非洲去 引进新的 也可能欧洲 欧洲蛮难的 有可能到欧洲 去引入新的投资者 现在欧洲 非常看好绿地 这个股票 南美现在不看好了 南美现在不行 南美现在在走下坡路 对 也可能 还有 有可能要到香港上市 香港 H股 H股有可能要上市 罗迪子港要来 在H股 真的 可以 他当年 绿地总经理说过来 绿地现在是世界500强 他的目标是世界200强 哎哟 这个不是我说的 那我不是瞎说 是那个 那我不是瞎说 张玉良自己在绿地 那个千人大会上面说的 那我 那我绝对看好他到80块 那绝对80块了 绿地不是没钱 他是这样比喻自己的 绿地集团 是一个 大团 然后 绿地足球俱乐部 是他的压仓词 哎哟 嘎怂怂啊 绿地俱乐部 是绿地集团的压仓词啊 哎哟 所以那些前面说什么 让他滚蛋什么东西的 要把绿地滚蛋 还我生花 那个还我生花 你们基本上属于在做梦 人家是当 压仓词在做的 你要把人家压仓词搬掉 能够要混得了 生花球都没昏头了 没搞清掌 对不对啊 这么多年 几年下来 几十亿的钱 谁砸的 一哈罗谁买的 花帅谁请的 不要搞错 对不对 这个盘子很大 啊 毕竟好谁买的 搬不动 搬不动 啊 不懂啊 你要叫我滚啊 我我要多混几年 嗯 啊 今天要照啊 那个云警我知道 徐惠冰江的那个嘛 啊 有个炉盘 那么我们 小刘 我们也讲了 三个小时了 也差不多了啊 那个绿地嘛 也讲了讲 对吧 然后重点是讲上岗 那么我们呢 看来三哥 今天是在路上是 大雾 大雾迷路了 迷路了 可能到不了了 那么这样 我们等一下跟他联系 看看礼拜二晚上 嗯 再跟他一起 因为他礼拜二 肯定是在上海的 到时候 那场比赛是六点钟嘛 八点钟比赛结束 八点比赛结束以后 我们再跟他一起 做一次直播 我我我 礼拜二不准备 不来了 你不来了 我不准备 模仿他了 我准备礼拜二 人家正版来了 你还模仿个屁 正版就不要模仿了 正版我就听他 那么调侃我 明白 明明的事情 你完了 你完了 好吧 那么差不多 今天雨海一百场 对对对 这个要清楚 雨海的事情 放在下场说 你们要知道 雨海的20年的故事 听我说给你们听 好吗 因为你是雨海 20年以来 忠诚的追随者 包括雨海去葡萄牙 荷兰 荷兰那几年 我都 不是荷兰 那个陕西 不是陕西 他后来不是去了荷兰 又去了三年 荷兰 好像据说 他们去陕西比赛 你也去的是吧 你还去过 你还去过陕西 我去过西安 坐绿皮车 那不容易 那个时候叫产霸 对对对 陕西产霸 你连陕西都去住 我也住过的 我去过来 母子 就是现在这个 死组组体育场 不是原来的那个 西安神体育中心 你是死终了 你是应该说是 雨海的死终了 等一下 我视频继续聊 今天不来 今天待会要睡觉 一点钟了 一点钟了 大家都要睡觉 今天大家兴奋 也差不多了 对不对 然后下了节目以后 大家也可以去各大天 大家逛一逛 中超吧 鲁能吧 什么北京国安吧 什么花吧 都看一看 把你这个最后花吧 好 那么今天我们直播 也差不多了 小六 那么跟大家说 再见了 我们下周二 我们下周二 5月21号的 8点半9点钟 我们不见不散 好吧 跟三哥 这次要约好了 就不见不散 花吧一片悲艾 Bizier Biscuit 好吧 英文叫Bizier Biscuit 好的 孙男的首歌 感谢 我们六千多球迷 今天坚持到我们这么晚 Bizier Biscuit 再见 再见 不见不散 Bizier Biscuit 不见不散 Bizier Biscuit 我们两个时候有点 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 挂了挂了 今天也唱了好几个歌了 嗯 好挂了挂了 谢谢